開始開會 好 我們先請 理事人員宣讀議事錄 宣讀立法院第九屆第一會 其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第23次群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105年5月23日 星期一上午9時3分至12時38分 地點紅樓301會議室 出席委員陳廷飛等10人 列席委員鄭天才等24人 請教委員蔡世穎林長佐 列席人員國防部部長馮氏寬及所屬人員 主席將召集委員啟程 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二 邀請國防部部長報告業務概況並被質詢 國防部部長馮氏寬報告 委員陳廷飛等15人質詢 軍由國防部部長馮氏寬及所屬 副參謀總長兼執行長 樸澤春 資源規劃司司長陳振齊 國家中山科學院院長張冠群 全民防衛動員士代主任蔡忠成 人士參謀次長士次長徐衍博 軍醫局局長吳宜昌 情報參謀次長士次長張嚴廷 海軍司令部參謀長梅嘉樹 軍備局局長何安紀 及空軍司令部參謀長博鴻輝等及其答覆 決定 一 登記質詢在場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報告及巡答結束 二 委員所提口頭質詢 未及答覆或要求提供之資訊 請國防部於二週內以書面 答覆本會各委員 並複製本會委員令指定期限者 從其鎖定 以上宣讀 好 因為我們在場委員還不足人數 所以我們先不確定醫師路 來 我們請醫師人宣讀報告事項 宣讀本日醫師日程報告事項 邀請外交部部長報告業務概況並被質詢 以上宣讀 好 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先介紹今天的這個 列席的外交部的長官 首先外交部部長李大維 主任秘書張文良 領務局局長龔忠誠 亞太司司長長以立 亞太司亞協秘書長蔡明耀 雅非司司長陳俊賢 北美司司長薛美渝 拉美司司長曹立傑 歐洲司司長高安 國金司司長曾永光 國傳師師師長 國傳師師師師長河潘 秦平 秘書處處長李方成 資電處副處長洪正榮 正峰處處長丁國耀 公眾會執行長王佩玲 NGO事務會執行長周琳 國和會秘書長施文斌 北協秘書長王樂生 外交學院主任秘書吳尚年 沒有其他部會 現在在場委員有王定宇委員 因為我們必須再等 我們等一下再來確認上一次議事務 節省時間我們先請外交部部長就外交業務的概況 先做口頭的報告 部長請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早安大家好 本人上任以後 首次成門貴委員會邀請 就當前外交施政提出報告 深感榮幸 首先 非常感謝各位委員長期關注 及支持外交工作 外交工作不分黨派 而且具有延續性與穩定性 今後本部全體同仁將繼續秉持 對國家的認同與忠誠 以及對外交工作的信念 以及使命感 齊心團結 為拓展中華民國的對外關係 以及台灣的未來而努力 也期盼各位委員 隨時不另給予寶貴建言與支持 5月20日舉行的第14任總統副總統就職典禮 既有59個國家的元首團 特使團以及慶賀團 700餘位貴賓出席 不僅象徵國際社會對中華民國的認同與支持 更彰顯對於民主自由台灣的堅定友誼 這也是中華民國台灣得以持續向前 不斷發展的主要助力 本人從事外交工作將近40年 經歷許多職務 也面臨各種挑戰 深刻了解台灣的外交處境 但也身為中華民國外交人員為榮 橫出當前的國際情勢 我們看到的是既競爭又合作的特質 不僅亞太區域安全局勢不斷變動 在經濟方面 各項亞太區域經濟整合 如TPP、RCEP等協商均有長足的進展 也摘大我國融入區域經濟整合的挑戰 另在兩岸關係方面 中國大陸始終是台灣推動對外關係 以及多邊關係的重要因素 兩岸在外交關係場域的作為 可以激化兩岸關係 也可以由於良性互動 逐步建立互信 促進兩岸關係的正面發展 本部在上述既有的國際局勢 以及客觀環境之下 善盡職責 積極努力為台灣 構築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 因此未來施政主要包括八個面向 第一 加強與邦交國的合作動能 建立永續夥伴關係 我們將繼續透過元首外交 充分運用我優勢領域 來深化雙邊合作 並培養有我人脈的方式來鞏固邦誼 第二個面向是加強以及廣化 與我理念相近國家的關係 我們會繼續與美國 在促進台海和平 支持我國國際參與等議題上合作 並且積極運用 台美全球合作 暨訓練架構 GCTF 國際環境夥伴計劃 IEIP等機制 擴大台美雙方在反恐人道援助 氣候變遷 婦女婦權等議題上的合作 在台日關係上面 為了追求雙邊關係 穩定與和諧發展 未來 台對日工作 將採取四管齊下 包括建立台日海洋事務 合作機制 擴大雙方 互惠互利的經貿合作關係 持續多元化的人員交流 並且善用地方政府 青年世代以及企業的能量 另外 我們也要透過 創新驅動經濟的領域上的合作 推動台歐盟 洽遷ECA等方式 來加強台歐關係 並且全力配合新南向政策 推動執行各項工作 以加強我國與東南亞 以及南亞各國的關係 包括推動高層互訪 建立制度化協商平台 積極擴充租口 洽遷ECA 擴大吸引優秀青年學子 來台灣留學 促進人才交流 以及培訓 以後製東南亞各國 以及印度 知我及有我的人脈 本部施政的第三個面向 是在於協助台灣經濟轉型升級 積極開拓海外商機 在國內產業結構尋求轉型 以及升級的同時 本部亦將持續與各國 洽簽各項經貿協定 並且積極爭取加入TPP RCEP 以擴展海外商機 第四個面向是持續爭取參與國際組織 並且做出具體的貢獻 除了此次由衛福部林部長 驟嚴率團參加在瑞士內瓦 舉行的WHHY 未來本部將繼續協同相關部會 參與重要的國際組織 包括爭取原力參加 本年9月下旬 在加拿大Montreal 召開的第39屆IKEA大會 以及持續爭取觀察員身份 參與UNFCCC以及Interpol等國際組織 第五本部也要積極與各方溝通 維持區域的和平穩定 近期南海議題廣受國際矚目 蔡總統在就職演說中曾經強調 台灣也要成為一個和平的積極溝通者 因此我們將爭取與相關各方面 建立常態緊密的溝通機制 交換意見防止誤判 並且建立互信以有效解決爭議 第六個面向是為了 要持續透過人道援助 積極提升我國優質的國際形象 台灣最寶貴的資產就是人機幾機 民包物語的慈愛精神 未來外交部將推動設立亞太人道援助平台 推動與亞太各國救人道援助 災害救援疾病防治 減緩氣候變遷等議題的合作 提升台灣在國際社會的零件度 並且強化優質的形象 第七個面向全民運用民間外交能量 外交部將建置NGO這個國際中心 深化與公民團體的協力合作關係 向國際展現我國的柔性國力 使得台灣成為亞太區域 支援非政府組織的一個重要支柱 第八我們要持續提升為民服務的效能 舉翻攸關民眾權益的國人海外急難救助案 意外事故或者於是糾紛等 本部國內以及駐外同仁 將繼續秉持同情以及同理心 提供國人及時而且有效 而且溫暖的服務 最後中華民國的外交 充滿艱難與挑戰 但是本人堅決相信 在全體國人的共同努力之下 我們會逐步踏使穩健有序的 推動上述各項的外交施政計畫 本人也將秉持蔡總統於4月29號 以總統當選人的身份 視察外交部的指示 在外交人士上 用人為才 超越藍綠 不分黨派 打造一個年輕化 專業化 有效率的外交團隊 以創新思維 以及做法 為我國的外交 尋求更多的契機 同時也將善用我既有的優勢 並且結合國內各黨派 各族群 公民社會團體 地方政府 企業 以及各世代 尤其是年輕朋友的力量 推動外交工作 在區域內 推動積極和平外交 成功打造亞洲性價值的典範 共同與區域內夥伴 實現深化民主 自由選擇 永續創造 和平解決衝突的目標 進一步營造 對我有善 對我有利的國際環境 以其為我國的外交開展新局 再創佳績 本人承判大院 給予本部支持與鼓勵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李部長 李部長先請回座 我補充介紹一下我們其他到場的委員 劉士芳委員 羅志正委員 還有林立財委員 那剛才我們議事錄還沒確定 請問各位委員 對於上次會議議事錄有遺漏 或者錯誤 沒有的話 我們就議事錄確定 好 接下來我們進行 這個尋答 我們依照網例 本會的委員是10加2分鐘 非本會的委員是8加2分鐘 10點半截止發言登記 那我們先請 王定宇委員 第一位有更換是不是 好 所以我們先請 王定宇委員 所以是陳庭妃委員 還是王定宇 還是兩個一起 所以哪一個 剪刀石頭布 好王委員 謝謝趙偉 麻煩我們李部長 李部長請備詢 王委員長 部長好 第一天第一次 我先給你請教一個問題 是 充之鳥礁 在國際海航法的定義 它到底是島還是礁 我想現在仍然有爭議 它有一個判定機制 但就我們的主觀認定 就是說 你在外交的領域也很鹹熟 是 那不管是充之鳥這個礁 或者是南海的那個好幾個礁 美濟礁等等 它大概有個國際的標準 那個別的國家有自己的想法 填海啦 訂毛啦 搬個村子上去啦 不管中國 越南或日本 都在做類似的事情 但我現在請問我們 國家的外交部長 就是 充之鳥礁 就你在國際法上的認知 在國際海航法上的認定 你覺得它是島還是礁 我想這個問題 或者說回答這個問題 會不會造成你台日之間的外交 不管對話協商的困難 回答這個問題本身會不會有困難 不會 那就請回答 我們現在的立場是認為 這是一個國際爭端的一個議題 因為我的了解呢 是大概甚至 爭端我們都知道 沒爭端我不會在那邊問你嘛 所以我就說 就外交部你的判定 因為這個牽到我們對永蜀礁 或者是美濟礁 或者越南還有一個美華礁的樣子 然後到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充之鳥礁 就這一些東西 它大概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就是填海造陸嘛 然後引起的是200海里的爭端 而這200海里 因為我們對這幾個礁 有的有主權問題 充之鳥礁是沒有主權問題 是我們的漁權問題 200海里的經濟海域 會因為島跟礁 從12變200差別很大 差別非常大 所以就一個外交部的立場 我們現在認為那個是島還是礁 我們甚至還是要尊重 國際爭端解決機制的決定 那你主觀的判定 總是有個認為嘛 我們對這個問題 我們完全尊重國際 那國際沒有判定之前 那邊的公海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的漁民在那邊 有許多的漁權的利益 所以說是政府 部長我提醒你 到現在為止 雖然有些媒體 我認為他們錯誤解讀 我們的海 我們的巡戶九號 我們的高雄艦 目前還在我們認為的公海 日本認為的沖之鳥礁周邊海域的 200海里內 大概100海里左右 我們有兩條海巡艦在那裡 有人說我們要把艦撤回來了 我昨天查了一下 巡戶九號是因為運捕的關係 它大概要花三到四天開懷運捕 可是我們的高雄艦 還留在100海里的範圍內 所以我們如果認為說 等國際上去裁決去認定 它是島式礁 這是解決方法 可是我國認為那個地方 是不是公海 牽涉到我們現在海巡署 執行公權力在那邊 呼籲的作業 所以部長 簡單一個問題 沖之鳥礁 根據國際海洋法 根據外交部一致的立場 來看這個地方 我們認為 我國政府認為是礁還是島 這個報告王委員 這個問題的的確確 我沒有辦法給一個很明確的答覆 那你沒辦法給明確的答覆 是因為有後續的作業要進行 因為這個目前 對於這個政府來講 最重要的是保障漁權 當然 漁權的保障是建立在兩個前提 一個 那如果是公海 沒有問題 我們當然要保障 我們的海巡舰還在那裡 但是我們如果從礁 退步回來說 我認為那個礁跟島 我不便去談的時候 我們連出海巡舰呼籲 都會有疑義 這是不好的 所以本協這邊提醒外交部 有些東西會政黨輪替 有些東西不可以 完全同意 對漁民的漁權 不可以輪替 完全同意 我們現在海巡舰還在海上 還在一百海裡 沖之鳥礁的旁邊的一百海裡內 所以我們政府如果認為那個島跟礁 我們有疑問的話 我們的海巡舰連在那裡的立場都很尷尬 所以我請問你 我們現在行政院講的有一個對話 叫做海洋的對話的機制平台 這個平台有沒有把外交部納入 當然有 有嗎 當然有 開始運作了沒有 而且我是擔揚重要的角色 對啊 外交部在裡面應該是 對話的平台裡面一個主角應該是外交部 開始運作了嗎 到現在為止因為前幾天都在陪總統見外賓 或者是在送機 一直送到昨天中午 所以這機制建立了還沒開始運作 機制建立了 至少我還沒有去開過會 我也不曉得其他同仁 我們外交部有沒有參與過會 其他的各司司長 有嗎 有的話自己站上來嘛 好不好 目前還沒有 目前都沒有 好 這個海洋的對話機制 我問你兩個問題 是 我們的海巡舰 在沖之鳥礁兩百海裡內 作業護瑜 會不會影響這個對話 不會 是有幫助 還是沒有影響 我可以跟王委員報告 就是目前我們海巡 在沖之鳥附近的一切巡邏行動 日方都了解 都了解 那你認為我們這個巡航的行動 該不會繼續 該繼續的時候就要繼續 那現在現狀要不要繼續 現在有沒有再繼續細節要問海巡署 目前海巡署是繼續中 但是因為海洋對話的這個機制平台 外交不是主角之一 對 而台日之間的對話 一個重要是漁權 那漁權的爭端來自於沖之鳥礁 十二海裡還是兩百經濟海域 所以 這個護瑜的行動持續在那兩百海裡內 這個繼續對談判有沒有幫助 有人扮黑臉啊 muscle放在那裡啊 還是撤回來比較有幫助 我想這個是一個我們跟日方啊 就是的交涉啊 雙方已經有很好的一個 沖之鳥礁周邊海域的漁場的作業 已經開始談了嗎 還沒有 林永樂部長實在有沒有開始談 沒有 都沒有開始談 我們今天在國會尋答這個事情 我可以體會部長剛就任 有些位置你還不清楚 但是你是資深的外交官 是 有些立場不能這樣流失掉 當然 沖之鳥礁海域周邊 如果我們認為他 島跟交友講不清楚 那我們的海巡艦到底該不該在那裡 那目前至少看起來新政府 海巡艦持續在那個漁場護漁 這就是一個態度就是 那不是公海 那不是你的經濟海域嘛 對不對 如果是日本的經濟海域 我們的海巡艦可以進去嗎 不過就我在跟王委員報告 就是說是 今天我們所有的護漁行動啊 這個目前日方啊 都是理解的 他理解 但是我在講我方的態度 我當然可以接受在外交的場域上 有些東西可能沒辦法那麼清楚 有些要有一點 subtle 有一點 tricky 我都可以尊重外交部保持彈性的做法 但是我現在講的 如果外交部認為 護漁艦在那個海域繼續 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政府的態度就很簡單 那個領域是公海 我的船艦怎麼放在那裡 是不是 反正我們船在那裡啦 船在那裡 那裡到底是公海還是日本的經濟海域 這個 你也沒辦法回答 我沒有辦法回答 你都沒辦法回答 外交上啊 這個ambiguity啊 模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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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重要的 那你預計跟日方台日的對話 有關漁民的漁場的部分 多久會有一個進度 預定是7月底以前要召開會議 當然這個 7月底以前 我方的會議還是跟日方的 跟日方的會議 在7月底以前 就7月份會召開 要啟動 那至於談幾個回合呢 講老實話 你都沒有做下來 這個實在也沒有辦法預估 當然對我們來講 我們希望能夠盡快達成協議 目前你了解就是 我剛才從你這邊答案 我聽起來 我們的海巡艦在那裡 日方是了解 所以我們的漁民在那邊作業有沒有問題 目前在談之前 目前有兩條漁船在那裡喔 你要注意喔 5月20號以後應該沒有問題 那現在就是5月20號以後了 對啊 所以你現在告訴我 我再確定一次 520以後 台灣的漁民 在沖織鳥礁周邊的200海里內 的作業 合法的作業 合法的作業 你判斷是沒問題 是的 我們有一些understanding 可以去捕魚 可以 我們的護漁行動 日本是了解的 了解的 我們7月底以前 會展開台日的對話 就這個漁權的問題 盡速達成協議 但時程還未定 對 所以這三個答案 可以這樣說 漁民可以捕魚 護漁行動可以繼續 對 然後7月份展開台日之間的談判 那希望盡速達到 捕魚 這個漁場漁權的問題 所以昨天我才接受記者訪問 我說漁民的權益不會打折扣 你該做的是很重要的承諾 我知道 因為待會船就會從港 你這樣一講完 大概漁船就出港了 不會再發生任何一台被扣去吧 當然我們也都曉得 這個在執行上的末端 沒有沒有 部長 部長我們現在在國會 我知道 你是外交部長 當然 你該講漁民在那個漁場作業 我們有understanding 他那邊作業是OK的 合法的作業 總是那個我們就不管了 合法的作業 所以 不會再發生合法漁民漁船 在沖之鳥礁周邊 被日方查扣的事情 520以後不會 原則上是不會的 那如果發生的話 那個錢你要出喔 我想 這個發生的機率啊 是非常非常的低 OK 你這樣講我信任你 那我追問一個問題 那之前我們的 東正吉要被壓到那邊去 繳了一筆款項 國人都在關心 這筆款項有沒有可能 從日方要回來 520之前我還是駐澳洲代表 所以沒辦法 不是說沒辦法 我們會幫忙要 所以我們要不回來 你在這個態度就是 我們現在外交部 會幫忙之前這個事件 去跟日方協調 把這一筆 我們講贖金也好 或他講擔保金也好 把它鎖取回來 對 你會協助 會協助 好我接下來請教你另外一個問題 新政府上任以後 有人覺得 哪裡會緊張 軍事會緊張 經濟會緊張 觀光會緊張 但我想我們曾經談過 應該最緊張的場域應該是外交 那中國目前對台灣的外交 有沒有展開任何 你們接到資訊 有沒有任何展開第一集 第一個攻擊的作為 到目前為止 這還算是 這個英文是 so far so good so far so good 目前還好 那因為我們即將出訪到 巴拿馬跟巴拉圭嘛 對 那在巴拿馬跟巴拉圭 還沒有完全定案 也還沒有正式宣布 是在作業中 作業 外交部要準備要去嘛 但要不要去是總統決定 對 所以目前是計畫要往 巴拿馬跟巴拉圭去 有沒有掌握到 中國那一邊會派什麼人到巴拿馬 這個運河的一個典禮 到今天早上為止 我還沒有看到這個相關的電報 有在掌握中嗎 還沒有完全掌握 巴拿馬 他們方面是希望兩邊的領導人都來嘛 但是我想可能性不大 可能性不大嘛 好像是這樣子 那中方會派人去嗎 我想應該會有 只是什麼成績的問題 因為從林詠樂部長到你目前為止 這個主意不好意思再借我一分鐘 中方在巴拿馬這個運河的活動 我想外交部的作業是沒有停止的 是 我方的總統要不要去 現在在作業準備中 對 中國方面會不會派人參與這個活動 依過去的慣例是 他們會有人來 但是什麼成績的話 到現在為止我還不知道 目前不曉得 那我最後請部長注意一個事情 就是 你大概應該聽過了 巴拉圭有一個工業區的案子 從蕭萬長時代弄到現在 是啊 我也去過 我們光訴訟的費用就花了四百萬美金 知道 那我不希望這個案子在 在蔡英文總統訪問巴拉圭的時候 產生任何的事端 內容 因為那個內容太複雜 二十年來 爭送不斷 我們的從金和會到國和會 是不是那個 我們國和會這邊 我們私底下來溝通一下這個案子 因為這個案子 能夠弄二十年不容易 我時間到了 這次我再救教於你 謝謝 謝謝王委員指教 好 謝謝 那我們再請江啟成委員來質詢 好 謝謝主席 麻煩主席邀請李部長 來 部長請 江委員早 部長好 是 我想首先先恭喜你 這個容認我們的外交部長 我相信你過去不管在外交 在新聞各方面 都有相關的歷練 算是經驗非常豐富的外交官 所以你來升任外交部長 我們也都祝福你 謝謝 那我想今天的這個業務報告 我還是有幾個問題 要來請教一下部長 是 請 我想程序剛才王委員的質詢 我先請教一下部長 這個沖之鳥的這個事情 實際上漁民他是最直接感受的 對 所以漁民曾經說 這個護漁啊 不要一個月就沒了 對 那我們也希望是如此 只要漁民在那邊 我們都希望我們的海巡 可以在那邊 捍衛我們的漁權 那我先請教一下 這個部長 5月23號 日本的共同社 發表了一個新聞 我們看一下 他這個新聞直接寫 台灣稱 撤回 撤回什麼 撤回我們在沖之鳥礁 他寫沖之鳥島 海域派遣的巡邏船 那當然剛才部長的答詢當中 對於島或礁 其實你是不鬆口 不講它是島或礁啦 我是不曉得為什麼 等一下再問你 可是當外交部看到這一則新聞 的時候 你們的反應是什麼 海巡署的反應是發了一個 發了一個澄清 說沒有啊 我們還在這裡啊 我們沒有回去啊 可是日本的共同社 日本共同社這個 這個類似我們的中央通訊社 直接就發表這樣的聲明 而且說 這是跟台灣談好的耶 台灣這邊已經有這樣子 不管是承認或者是默認 所以我們就是要這樣做 那海巡署出來否認了 那外交部要不要否認 因為這個巡邏船 是海巡署的這個管轄範圍啦 對 這個所以說是 我想外交部這個議題 既然海巡署有這個聲明了 但是我 部長我必須講 請問現在 國際新聞誰在處理 國際媒體國際新聞 現在在外交部裡面 現在沒有新聞局啦 在外交部啊 請問這是本國媒體嗎 這不是啊 這是外國媒體 這是日本媒體啊 但是因為 那海巡署發了一個 不管是澄清或者是聲明 他是對內啊 對日本來講他知道嗎 他不知道啊 所以外交部至今 沒有對這一個日本發表的新聞 去要求更正耶 你們沒有去要求更正耶 沒有更正嘛 沒有更正嘛 所以到目前 日本還是認為 在日本新聞就這樣寫啊 台灣撤回啊 那會不會造成誤解 我想 不管我們對島或交的主張啊 在台日的官方上啊 沒有誤解 那但是民間上 官方之間沒有沒有沒有誤解 好 那 部長你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沒有誤解 但是你發的東西 我也不否認 那等於是我們也承認撤回啊 是這樣嗎 這與事實明顯不符喔 不然我是提醒你啦 是 這個事情不應該 外交部沒有任何更正的動作 我想這個以後我們要注意 因為這是共同社耶 是 這不是一般的 這個新聞媒體而已啊 所以外交部你應該馬上 就是要求更正啊 內容事實不符的部分 你應該要求更正啊 那接下來我再請教一下部長 是 就是說 4月29號 蔡英文總統到外交部 去聽簡報的時候 她出來講說 我們權力捍衛啦 而且是帶手勢講權力捍衛 但是 到昨天 我們的行政院發言人 他講什麼 他講說 在 這一件事情上面 新政府是尊重聯合國大陸交層 界限委員會的決定 在沒有處理之前 我們法律上沒有特定的立場 這個其實 在 其他人聽起來 或者其他國家聽起來 會覺得 反正你在這件事情上面 就沒有立場了嘛 你也不表示任何意見了嘛 所以是倒或交 其實 對台灣來講 我不用再問台灣了 日本說得算 韓國說得算 聯合國說得算 台灣其實根本就不需要有意見嘛 但是在外交上 你沒有意見 其實你也沒有發言權啦 對不對 那我會跟你談什麼 我們到底要跟日本談什麼 那 這個是不是最近 我們在立場 政策上轉彎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也就是 我們從原本的 認為它是一個交 到最後我們 我們肩默 我們說好 我們不再講 是倒或交了 那你日本就給我魚權 就給我捕魚權 是這樣嗎 是拿這個去交換嗎 我想 這個也 不能那麼簡單化來 但是這個是不是一個條件 也就是說 日本跟我們講說 你不要再主張這個是交了啦 我就給你捕魚啦 我就讓你自由通行啦 就跟回到以前一樣啊 就是你來我走的默契嘛 因為20號之前呢 我的身份還是駐澳洲代表 當然就是日方的朋友 我有見過 但是呢 我想可能日方朋友來的頻率 這個次數啊 都非常的高 我 我不是每一個都見到啦 所以 所以當然這個 一些媒體報導裡面也提到說 當初 當初啊 就是蔡英文總統 在他就任之前 他有跟日方的代表見面 我想你也知道我指的是誰 嗯哼 你有沒有陪同 沒有 那時候我在 我還沒有 所以你沒有陪同 所以你也不曉得他談的內容 對 對不對 對 那你今天就任外交部長了 你代表是政府喔 當然 對外的一個立場 當然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還是請部長 你必須要非常的審慎 好 謝謝 因為從 指教 從國際法的角度 海航法的角度 121條 其實也講得很清楚嘛 嗯 這個 主觀的判定啦 或客觀的認定啦 你不能維持人類居住 或者其本身經濟生活的岩礁 它就不應該有 EEZ 專屬機器海域 也不應該有大陸價 這是很清楚的 是的 所以 蔥之鳥礁這個大小 大家都知道嘛 也不用睜眼說瞎話 這個很明顯 就是回到一個立場上面 彼此 對這件事情的認知不同 立場不同 這個其實不影響台日友好關係啦 我常常講 國與國之間是可以友好 但是在不同的議題上面的立場 是必須彼此尊重的 對 我們這件事情就是因為 跟日本所持的態度跟立場不同 才需要對話嘛 才需要協商嘛 才需要外交途徑來解決嘛 如果我們沒有立場 坦白講這件事情也不用對話 也不用協商嘛 就是這樣子的啊 就這樣處理的啊 可是目前就是我們對 依照國際法的內容規範來講 其實這件事情 我們應該要有立場 這個立場是什麼 它是一個礁 它是一個礁 不能有經濟海域 所以是公海 我們真的是一個公海的捕魚權 跟公海的自由航行 這個其實也是美國現在 在南海所主張的嘛 對不對 如果我們拋棄這個主張 跟這個立場的時候 我們拿什麼去跟日本談 談什麼 談捕魚權 跟航行權嘛 所以我必須再次的 要求外交部跟呼籲政府啊 新政府啊 你不能丟掉這個立場 是的 你可以在談判桌上面 做很多條件上面 籌碼上面的運用 但是你不能在還沒有談之前 就丟掉這個立場 完全 部長你同意嗎 同意 同意的話 我真的要求你們要去更正 共同社的新聞 而且 在交跟島上面 你也要有一個選擇 我還是跟你選擇提好了 到底交島還是以上皆是以上皆非 就是你將來 你提到沖之鳥的時候 你後面你要加島加還是加交 還是都不加 就是沖之鳥 但是他 部長 部長你的選擇是什麼 部長你的選擇是什麼 因為這是中華民國的立場 因為第一條就是 也是我們在國際法上面 雖然我們沒有簽署海洋法 可是你的立場必須很堅定 部長你是代表中華民國的對外 對 最高的一個首長 對 你應該要有個立場 我想這個問題呢 基本上目前 這個我們的看法呢 還是希望透過這個國際爭端 好 部長我知道啦 你應該是寫以上皆非啦 好 以上皆非啦 但是以上皆非沒有關係 我請教一下部長 如果最後 第一個 聯合國不判定 不審定 你怎麼辦 這個事情是不是遙遙無期 多久審定 第二個 審定的不利於台灣 請問你要吞下去嗎 我想這個 這個 對我們來講啊 是很多事情啊 必須一步一步來 我當然知道一步一步 那對我們來講 最迫切 政府最重視 最關心的 就是漁民的普遇權利 對 那所以說 在我們跟日方的交往的過程中間呢 我們一再強調這個重點 那也經過一番折衝啊 終於啊 日方也體認到我方的這個 關切的這個嚴重性 與重要性 嗯 也之所以說是到最後啊 雙方說 我們七月以前啊 坐下來 這個仔細 所以這就是我剛剛所提的嘛 我剛剛所提要確認就是 是不是在現階段我們就是以 在倒這件事情 交這件事情上面 不表態 來換取日方的understanding 不要再衝之鳥海域 來驅趕我國的漁船 是不是這樣 我想在我們上談判桌的時候 我們應該會有更清楚的一個立場 所以在這之前 否則你怎麼去談啊 所以七月以前我們不會有立場 七月以前至少就是說 應該這樣子講啦 上談判桌之前啊 我們也不能把我們的牌啊 都攤在這個桌子上嘛 對不對 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的認知就是現階段 我們在這件事情上面 就是不表態 不表態 然後暫時換取 我們在那邊的捕魚的權利 跟自由 是這樣嘛 等到上談判桌以後再來 再來談嘛 沒關係 不然我也不想為難你啦 因為島跟礁的選擇 事務對你來講是很困難的 但是另外一個跟民眾權益也有關的 福島無限的輻射食品 要不要開放 對 這個問題啊 一定要經過一個法定的程序 對 經過科學的檢驗 經過所有這個相關部會 包括衛福部啊 包括農委會啊 包括經濟部啊 外交部啊 還有最重要的 所以這件事情 大院的意見 對 所以這件事情到底有沒有肯定 還沒嘛 現在才上台第四天啊 對嘛 可是你知道 這個共同社怎麼樣報導這件事情嗎 共同社說 7月日本參月選舉前 台灣會有結果 台灣初步已經同意 而且還扯到日本的國內選舉 不過這樣的話也表示我們這個 所以你不去更正怎麼可以 對於日本共同社發這樣的新聞 你不去更正我們的立場怎麼可以 等於其他國家的通訊社 在發表我們的立場 然後這個立場是我們都不清楚 不知道 連立法院也都還沒有通過的事情 對啊 怎麼可以這樣呢 是啊 所以不然這件事情 你應該要去更正 要去說明要去抗議啦 是 好 最後一個問題啦 我請教一下部長 我時間也到了 外交路線 在你的這個報告裡面 其實我沒有看到說 新政府他所主張的外交路線是什麼 過去從扁政府時代到馬政府時代 扁政府時代 大家後來把它批評為說是風火外交 馬政府時代上來馬上提了所謂的 兩岸之間的外交修兵 還有活路外交 好 那我要請教一下部長 520之後 新政府的外交路線是什麼 我想啊 基本上大概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 積極和平 所以叫做積極和平外交路線 也還沒有完全決定是不是用這個字 因為我們也擔心有其他的一些 其他的想法 想法 所以說是 我也可能要一段時間 跟我們一段時間 所以目前還不確定 對的 都還不確定 但是務實是絕對的 務實 絕對是這個 那務實這個其實跟馬政府時代也是一樣 也是務實 然後外交修兵 至少方交國維持在22 對啦 免簽國到164 這我必須感謝外交同仁的努力 大家非常的辛苦 我們的護照好用度並列全球25名 是 我們跟美日簽署的協定 分別是28項跟140項 其實成績是不錯的 再一次感謝外交部同仁 我們參與的國際組織 用觀察員開始參與的WHA 對不對 ICAO 對不對 UNFCCC 都參與了 請問一下部長 這一些能不能維持 我們還希望 可以更好 可以更擴大 可以更擴大 那部長有沒有信心 用什麼方法 來可以 比現在的這個成績更好 我想我有一個很好的團隊 他們也會很努力 這個 有沒有具體的 有沒有具體的 比如說再建交一個啊 再建交兩個啊 我想這個問題呢 可能目前我們並沒有把它放到檯面 還是說 再加入兩個三個國際組織啊 或者再簽兩三個FTA啊 自由貿易協定啊 這個是一直在推動中 從520之前 要不要設一個具體的目標 四年內達成 建交多少個 建交我不談 但是ECA啊 因為這些都是牽涉到區域經濟整合 對於國家的發展生存非常重要 這是我們當然追逐的 最後最後部長我給你一個提醒 是 我們跟美日的關係很重要 我們學外交我們都知道 是 但是我也必須提醒 美國的內政 還有國際關係的變化 川普啊 在這幾次的發言 直接指著 日本跟韓國說 你們再不多 多繳一點錢啊 我們就從那邊把軍隊撤走啦 他會不會當選 他有可能當選 然後呢 希拉蕊說啊 這個TPP啊 看樣子啊 對美國不好 他也不推了啦 然後昨天歐巴馬 到越南啊 雖然去吃了小吃啦 非常的親民 但是你知道嗎 越南的態度 實際上兩邊壓寶 一方面壓寶美國 二方面也壓寶中共 菲律賓也在轉向 新當選的總統 說要跟北京談南海問題啦 所以這些國家都在兩邊壓寶 講兩手可能還沒有那麼高明啦 起碼兩邊都在壓寶 中華民國台灣的外交政策 的拿捏 部長要靠你的智慧了 謝謝 謝謝 謝謝江委員指導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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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位我們請 請陳廷菲委員諮詢 謝謝主席 我們請李部長 部長請貝許 陳委員早 部長早 蔥之鳥是島貨礁 我相信他是存在的爭議 那這個爭議不代表我們台灣 我們要自私立場 我們的態度非常清楚 他就是交 可是為什麼要對談 就是因為日本認為他是島 台灣認為他是交 所以要展開對談 可是我也同意部長說 因為談判有一些 他必須有一些模糊 在這談判之前的一個模糊空間 可是在模糊空間當中 我們的態度是要堅定的 對 所謂堅定就是捍衛漁民的漁權 不容退讓 是的 這非常清楚 對 完全正確 那麼我也要跟部長討論一下 最近520之前跟520之後 其實520之前 沖之鳥倒貨礁的爭議 其實連總統府自己都搞不清楚 520之前喔 我讓你看幾份資料 因為當時我們在質詢的時候 可能部長不在台灣 所以我再讓你看一下 在103年 總統府的新聞稿 自己所講的就沖之鳥倒 103年4月12號也一樣 總統府所發的新聞稿也是沖之鳥倒 105年 東盛籍漁船的事件發生之後 我們看到總統府改變了 他說是沖之鳥礁 開始馬英九也好 相關單位也好 所一直強調的是 他是礁 我相信礁 這在台灣沒有任何的爭議 可是今天是我們的態度 我們看到馬英九總統 基本上從東盛籍漁船事件發生之後 不斷地高喊他是礁 可是我要問一下我們的部長 就你所了解 在東盛籍事件發生之後 我們外交部有與日本展開對談嗎 有沒有 有沒有 報告委員現在目前還沒有 都沒有嘛 報告 在馬英九總統在520之前 所以我現在講520之前跟之後嘛 520之前 馬英九高喊他是礁 請問他有展開對談嗎 請問有替漁民爭取到更好的權益嗎 我看是沒有啦 報告委員 這個問題 剛才江委員所秀的那個裡面呢 他是海洋法第121條的第一條 只要浮在海面上他就可以稱島 但是我們現在正義的問題 不是在島或交的名稱的問題 而是說他所稱的這個島 有沒有權利主張200海里的經濟海域 那根據121條的第三款呢 他是應該是不能夠有長久居住的這個環境 所以他應該是沒有居住的這個 沒有 沒有居住事實 無法有人居住的事實 這也就是說我們政府一直主張 我們不承認這個沖之鳥礁 這個有200海里的這個經濟海域 這一點我們一向都是跟日本這個 這麼主張的 那麼馬總統這一次 這態度非常清楚嘛 對不對 馬前總統這個 他所主張的就是說要用實力 可是他另外一點 他也要我們來外交談判來解決 這一點是我們要努力的 因為用武力賦予那個代價非常的高 也不是我們的這個成本所能夠負擔的 所以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要用和平協商的方式 那這就是今後我們要繼續努力的 包括完畢 所以我們的態度沒有改變嘛 一直沒有改變嘛 基本上護漁行動還是繼續持續啊 只是我們的下一步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是不是給漁民更大的保障 給漁民更大的安心 當他在出海捕魚的時候 不用擔心說哪一天 可能日本公務船又要來驅離 可能日本公務船又要登船來威脅 是不是如此 這是我們政府官員要做的安心嘛 應該是如此吧 完全正確 是不是 這個蔡總統在這個問題上有很清楚的指示 這個漁民的權益 我們沒有辦法做任何退讓 這是不可能退讓的 這個我們也像日方講得很清楚 所以今天就因為有所謂依國際法的規定 我相信我們很清楚 它是不能有200海裡的經濟海域 這是我們的立場 就是認同它是礁 可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其實在過去不只是東盛級16號 其實金德成號在101年也曾經發生過 可是我們沒有看到當時的馬英九政府 是有任何不同於這一次所謂強調 它是礁不是島 當時是沒有聲音的 所以其實我們一直強調說 在520之前跟520之後 我反而認為520之後 我們的態度更強硬 我們很清楚就是7月份 我們要展開對談 是不是 正確的 我們 而且 我們認為到這個海洋事務談判結束之後 我們的漁民的這個 普渝的權利 會更正規化 就是 成如剛才庭輝委員講的 以後出海不必擔心 所以我們認為說漁民他的保障跟捍衛漁權 這個是不容退讓 可是我們也看到了 其實在520之前 反而是看到政府的反覆 來我們再看一張 當時候是外交部 現在大家說 昨天 行政院的發言人 所說的要依循 CLCS 他的一個判決 最後再來做一個確認的動作 這個好像在4月26號 外交部就已經有提出了 是不是 這是外交部的新聞稿 在當時候 基本上 外交部就說 在聯合國大陸交成界線委員會 CLCS 尚未就 沖之鳥的法律地位 做出具體審查 結果之前 日本應尊重我國 及其他國家 在該爭議海域的航行 及餘補等權益 並盡速與我方進行協商 所以這個部分 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你還沒有確定之前 基本上我們台灣所認定的 它就是沒有經濟海域 它就是沒有200海力 所以這個是完全一致性的啊 我不知道說為什麼現在 國民黨突然之間 過去沒有對外交部質疑 現在對於現在的行政院的發言人 來提出質疑 所以我相信 態度是一致性的 在外交部不論是520之前 或520之後 態度應該是一致性的吧 只是說我們現在更積極而為 過去在520之前 我們看不到積極而為的動作 因為根本就沒有展開對談 我們現在更積極而為 我們現在更積極而為 在7月馬上就要展開對談了 所以 李部長 李部長 我再次重申 余權的權益 余權的權益不容退讓 7月的談判 我們的海洋事務 我們一定要讓我們的余權更好 有沒有信心 有信心 有信心嘛 所以我們更積極而為的動作 所以我們更積極而為的動作 是要讓我們漁民更安心 就是要捍衛漁權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被扭曲 所以我覺得 這個 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 我們立場 站得穩 余權 不容退讓 展開對談 就爭議事件 我們一一釐清 就是要捍衛余權的權益 正確 部長 麻煩 這個對我們來講 非常的重要 我們 對外的發言 可以模糊 可是 我們的態度 是要堅定的 漁衛漁權 是要堅定的 你同意我的說法吧 完全同意 好 然後我再問一下 我們的部長 部長 目前 到底 駐美 代表 這一件事件 吵得似乎有一些羅生門 到底這一件事件 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駐美代表 這個事件 通常我們所知道的是 如果特任大使 應該在四月份 就要總辭 就要提出辭辰嘛 但我知道是駐美代表 似乎是當時候 馬英九總統 並沒有去做 任何的批准動作 所以必須等到520之後 蔡英文總統 再去做一個 批准離任的動作 所以必須讓她 我們站在 要讓她趕快 整理 找新的地方 所以 我們讓她到六月五號 可是這個過程 我們遇到有一個雙八之行 那麼在雙八之行 有許多是必須要 要駐美代表處來協助 要駐美代表來幫忙 那這個會不會有落差 外交部在處理這個案子 是完全依照法定的程序在處理 因為在5月2號之前 這個神大使的這個退職呢 並沒有奉核定 不像其他幾個在英國 在日本 在新加坡 在拉脫維亞 都曾經奉馬前總統核定 也因此呢 這個我們在任命 新任的這個高大使之前呢 我們是在20號呢 走完了法定的程序 讓沈大使呢 這個得到了免之令 這個我們在新聞稿 也特別講了 我們也謝謝沈大使的認識 他也希望他退休啊 生活非常狹義 那麼因為他到6月5號 才會正式離任嘛 是的 他的時間點嘛 因為520我們才去做 批准了這個離任令嘛 好 那麼在我們雙八之行 我們有些 可能一些外交事務 要去推動的部分 那請問會有問題嗎 我想基本上這個特任大使 是他有沒有獲得元首的信任 這是最主要的一個因素 如果說是有的話 那當然不一樣 如果說不完全是這樣的話 那又是另外一種情境 那我們這一次雙八之行 會遇到在溝通當中 會因為駐美代表 因為大使的問題 而有所被阻礙 或是有任何無法溝通的狀況嗎 當目前有許多 事實上是目前我們在台北在溝通 有台北在溝通 所以現在是由台北直接溝通 那邊當然我相信華府也在進行 當然最近幾天我沒看到電報 有沒有看到電報 有啊 所以我們在台北 跟華府這邊是做雙向溝通 對的 是雙向溝通 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所以我們台北基本上 還是有一個主導的一個權力 絕對不容許 絕對不容許 因為時間非常的緊迫 完全正確 因為雙八之行 520到6月 其實它的時間是非常緊迫 我們要安排所有的行程 對 是它的緊迫性 還有它的 它的一個時間差的一個問題 所以拜託 這個一定不容有任何 因為這個離任令的問題 而產生有溝通不良的狀況 我們希望第一次 蔡英文總統的出行 能夠是順利 而且能夠帶給我們新的外交之旅 一個新的開始 謝謝廷緯委員 我一定會盡全力 確保圓滿執行成功 好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 羅智政委員諮詢 主席各位麻煩李部長 部長貝許 很早 還有部長 還有各位同仁辛苦了 這陣子以來 送往以來 國賓這麼多 非常辛苦 還要把他們拉過來 做報告 那個國賓的 都已經離開了嗎 到昨天下午是全部離開了 全部離開了 今天就馬上來立法院 對 部長 這是一個未來 是一個艱辛的工作 具有挑戰的工作 是 您昨天在這個部裡的 茶會裡面提到 您準備好了 可不可以再跟我們講一遍 我想是這樣子 因為我昨天在茶會裡特別講 我說我心目中的英雄啊 不是一個偉大的政治人物 而是一個這個飛機的這個機長 在2009年的時候 大家可能還記得 一架USAIR 從這個紐約 在拉瓜地亞飛機場起飛 很快的就機件故障 但是這個機長呢 避開所有馬哈登的摩天大樓 然後在哈德森河上啊 破降 最重要的是 沒有一個乘客 沒有一個機組員 傷亡 事後我在電視上看到 訪問這位機長 這個機長就講一句話 他說我一聲鐘啊 他說我無時無刻啊 就在做這樣的準備 當然我也講 我說今天呢 中華民國的外交不會有什麼樣的迫降 是不是 但是呢 身為一個外交人員 不只是我當部長 我也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同仁都一樣 就是always be prepared 隨時準備好 迎戰 所以部長 the moment has come yes 這個時間已經到了 是的 要面對這個挑戰 但是有幾個外交專業問題 我想跟部長就交一下 好 您是美國UVA非常著名的學校 國際關係的博士 你三十幾年來 在外交領域不斷的奮鬥 對 這句話你應該非常的清楚 Politics Stop State Warless Edge 是 政治指不於大洋之兵 什麼意思 簡單就好 我不要你翻譯 這句話什麼意思 我想 這個 部長我時間有限了 這個 我知道外交官講話都很慢 我知道 這個 這個 這個政治啊 當然跟外交是有一個分譯 那我們外交呢 就是盡量的能夠講求專業 當然政治是難以避免 但是基本上是要跨黨派的 Exactly 對 當你碰到外交的時候 應該是跨黨派的 對的 槍口一直對外 這是這句話的精神對不對 對 蔡總統也是做這樣的 沒有錯吧 所以蔡總統在巡視你們的外交部的時候 特別提到 對 我們外交團隊一定是用人為才 部分黨派 大家團結為國家來奮鬥 對 我想我們外交部同仁 看到這句話都非常的鼓舞 沒有錯 非常的感動 即便部長你曾經是 國民黨的這個官員 但事實上 我們重視專業 是 也希望未來能夠替國家來打拼 可是我們不得不來去檢討一下 最近發生什麼事情 部長用你的外交專業告訴我就好 你不要談你的價值比較標準 一個新舊政府 同時發個邀請 發個回函 給一個國際組織 內容不一樣 從外交的專業 會不會覺得怪怪的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狀況 很特別嗎 會不會有人這樣說 你有沒有看過這種情形 在你的外交一生裡面 有沒有看過一個國家 在新舊政府交接的時候 既然新的政府也發一封信 舊的政府一封信 然後放在一起寄給一個國際組織 有沒有發生過 因為我們政黨輪替蔣老說 從兩千年以後才開始 我說別的國家的案例 有沒有發生過 沒有 我的 我的這個 這個有限的知識 沒有嗎 不大知道 沒有過 所以新舊政府同時自函給WHO 是完全符合 符合外交的protocol 或真正的practice 都有問題的 再舉個例子 一個政黨 一個國家內的政黨 用黨團的名義 發函給一個國際組織 在你的外交生涯裡面 有沒有看過這種情形 你的專業上判斷合不合理 當然要這樣做也 但有沒有人這麼做吧 大家已經做了吧 我猜恐怕有人這樣子做 當然就是說是 一般也都不會報導 對吧 不會啦 坦白講 以我們的外交專業 這種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我們台灣已經 鬧了國際的外交的笑話 這個國家 到底有沒有槍口一直對外 部長我知道你的外交專業 告訴我們 這是不應該也不宜的啦 只不過你不方便說 我幫你說啦 這個是非常糟糕的 政黨 政治在國內 一旦碰到國際外交的時候 是槍口一直對外 部長對不對 很可惜 這個情況正在日內瓦發生 今天就會發生 很遺憾的情況 剛才部長提到特任大使 最重要的是這個總統 或特任他的人 有沒有信任他對不對 對 所以理論上他是政治任命的 應該隨著總統同進退 對不對 每個國家的這個practice 這個實踐 不完全相同 對 但是沒有所謂 有沒有把你fire掉的問題 因為 政府 要不要留你的問題 我們國家的實踐呢 因為比較模糊 從2000年 經過這三四 但是也可以留嘛 過去也有留嘛 也留了很多 好我們看幾個 我們不要憲沈大使 於不遇 現在的主任特任的大使 有這麼多了 劉志工 住英國 5月6號 之前他們4月多 都提辭成了對不對 劉志工 馬總統5月6號準辭 沈思純 4月中提辭成 5月16號準辭 張大同 5月19號準辭 葛光月5月19號準辭 都在馬總統 現在這些準辭的 唯獨 沈旅群4月中請辭 但是馬總統一直不批 你知道原因嗎 我不知道 你當然不知道吧 但是是馬總統不批的喔 是的 沒錯吧 所以他4月中都請辭了 總統批了那麼多 就留下一個沈旅群 這是馬總統的責任啦 沈大使今天在臉書說 我絕不戀戰 他真的不戀戰啊 是馬總統陷他一不一眼 我問你 請問一下部長 賴信遠有沒有提辭成 還沒看到吧 他還等總統關愛的眼神是嗎 還沒有 還沒有提到嘛 所以他還等囉 所以如果總統不請他走 他也不想走囉 那個處長 那是處長 有沒有收到他的請辭函 目前除了剛才那五位 所以其他都沒有 董國會也沒有嘛 其他人還有這麼多 李大偉 部長已經死了啦 已經現在轉任部長了 其他的特任都沒有人提辭成 都在等總統關愛的眼神囉 所以從政治倫理 政黨政治的角度來講 前面四位五位 我們都給他肯定 政黨政治 可是賴信遠 這幾位 到現在還在等總統關愛的眼神啊 所以如果總統不留他的時候 不要怪總統說 你們可以把我fire掉 他本來就應該自動辭職的 部長這個事情我不問你啊 因為這是你之前發生的事情啦 對啦 但部長今天有個新聞 大家看到沒有 沈大使 在臉書 注出了臉書 發文 因為沈大使的事件有兩個 一個是他什麼時候請辭的 還有一個他有沒有羈押公文的問題 沈大使這麼說 本處決位羈押公文 4月中旬奉電令 辦理徵求新史的同意函 當日 就辦妥寒稿 報部來請和 維持未奉附 5月初再催 一無結果 所以沈大使說他沒有押公文 他當天就 寒稿就送回來了 那個北美斯 是你押的嗎 他大概沒這個膽子吧 好啊我就問啦 部長跟你無關 因為520這個 市長是你押的嗎 沈大使這句話題是說 部裡面押公文 報告委員 我想像這樣的案子 大概是 不是私裡面的成績 好 市長押的是 令狐 所以市長也不敢 因為就是剛才 他4月當天就送文 寒稿回來了 報告委員您剛才好像也有提 因為像這樣的案子 應該都是到總統 總統只是要幫他辭 我現在講寒稿的部分 市裡面有沒有看到這個寒稿 關於他請辭的寒稿嗎 不是是 他請是要 要徵求從一寒 的寒稿先送回來啊 那邊是台北 就是華府那邊在作業 那他說 當日即半妥寒稿 報部請和 沒看到 沒看到啊 因為任何新 如果是有關新的任命的話 在我們的作業上 一定都是520之後 沒有啦 我現在講是寒稿是很核定的嘛 大使簽完之後送簿裡面 希望你們核定一下 這個寒稿可不可以 他說4月中報 未奉附 5月初再催 一無結果 是誰壓的 報告委員 那個 沈大使這邊提的這一段 我們的了解跟解讀是 應該是指他自己的這個請辭的部分 沒有 他上面寫喔 以對於辦理徵求新史同意函 於當日辦妥寒稿 報部請和 不是他的個人辭職 因為報告委員就是在這個 徵詢 同意的 市長我請問一下 有沒有這個寒稿 徵詢同意的部分是跟美方那邊 就是報給 是提供給美方 然後他報回來說已經作業 就是已經有這樣的作業 這是我的理解 他要你請和欸 他寫完之後沒有自信 不敢說這個好不好 請私裡面請和 請部裡面請和 市長你沒有這個膽量啦 你不敢壓啦 市長也不敢啦 部長搞不好都不敢 總統壓著 所以請示 就是所謂新史的同意函 壓的是誰 沈大使說他無關 是總統 是馬英九 所以不急著問 市長 你們現在羅生門 你們趕快請沈大使解釋 這是什麼東西 他在臉書發 你們看到這邊 我今天早上還沒看到 今天早上貼臉書欸 是 沈大使也生氣欸 他絕無戀戰 請示壓公文跟他無關 部裡面壓的 市長不是你的錯 市長不是市長的錯 也不是可能不是林部長的錯 沒有人敢壓只有馬英九總統 前總統敢壓 問你出在這邊啦 好 我再請問一下 部長 外交人員忠誠是非常重要的 Loyal to the country 沒錯吧 對 沒有錯吧 這是外交人員忠誠 什麼對外交人員 他的國籍跟政務官一樣 可不可以有外國籍 不可以 我們都有做調查對不對 對 而且還有簽 每個人都要簽結 所以外國拒絕都不行 外國的擁有紀律權都不容 PR都不行嗎 紀律權都不行嗎 對 配偶的部分 配偶的部分 目前我們法律 沒有這樣子明確 沒有規定 我知道啦 如果直接取外國人 我沒話講 但如果今天 是規劃掉外國去 你覺得這有沒有一些中程上 不要說中程 在執行業務上 一些相關的問題 尤其是高級的 高階的外交官 這個 蔣介石都說過 不准取外國人 當外交官 不應該取外國人 對啦 那是60年代的時空 那為什麼他強調這個東西 對 60年代是 聽說老蔣總統有手遇 對吧 為什麼 很簡單 它涉及到中程的問題 對 可是說我們掌握 未來還有機會請教部長 是 就我們掌握的資訊 是 馬英九政府所派去駐美大使裡面 三個裡面 有兩位他的太太是有外國籍的 是美國籍 那有一位 拿到某個國家的這個 這個風月卡後來 就退掉了 這個資訊 以後我們再好好請教部長 好 但這不是指定 就是說不可以有 但是在重要的外交職務上 這樣的議題 請部長要特別關注一下 好的 520之後 這個我絕對 不讓它再發生 OK 好 謝謝部長 謝謝主席 謝謝 下一位 我們請劉四方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勞反主席請李部長還有請我們人事處 部長 郭處長 還有人事處長請貝巡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劉委員 早 的常態 我覺得是非常的欣慰 但是呢 在那麼多委員在提問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也發現到說 其實我們外交部 很多99.9%以上的同仁都非常的認真 可是有些人呢 會不會因為年齡的關係 所以會造成了有致男生 或者是说没有办法配合 那我在这个里面要提供的部分 请部长来给我回答一下 部长您在新上任这几天 可能很多媒体在批评新的行政院里面的政务官 有三个形容词 又老又男又蓝 那结果我发现这样子一个机制 放到我们的外交部完全一模一样 那这怎么办呢 我跟部长来讲一下 第一个我们的驻外使馆里面 应该是116处 平均年龄呢59岁 性别比例呢只有10位是女性 那这么大的年纪啊 未来要拼外交不只是智力体力还有能力 还有观念上其实都是一大考验 那您再看一下 下一个 你看一下60岁以上 60岁以上啊 的驻外馆长的年龄分布就超过一半 60岁以上 那这怎么办呢 那你再看一下我们的外交部管理阶层的状况 我们的处长 司长层级的平均年龄真的也差不多就是59岁 最高年龄65 在劳工里面65已经要退休了 结果我们还有65岁以上 还滋滋气气在自己的外交岗位上啊 那性别比率呢 还是偏低 那我要问一下部长您的看法 是老际福利呢 当然 可以除施吗 我先这样说跟委员报告 年龄啊 不应该是唯一的指标 而是希望就是说是你年龄长的话 第一个你体力要够 第二呢 就是说你的脑筋啊 与时俱进 所以说是我认为说是 如果有这两个条件的话 我们还可以继续考虑他是不是在继续为外交努力 但是呢 平良心说 刚才看到委员的统计资料 我个人也觉得难过两个字 您要不要做一下这样子的改革呢 因为我跟委员报告 我当年做北美司司长的时候 我是46岁 而我做这个政务司长的时候是49岁 当时的部长胡志强是50岁 所以在那个时候 李登辉总统这个连战院长的时候啊 对这一点呢 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我们委员也非常清楚 比如说在新加坡啊 在这个很多的先进的国家 他们都有这个所谓的fast track的制度 就是说是比较杰出优秀的 可以说是不吃拔卓 那这一点呢 如果说是 我想这个在今后呢 我认为啊 应该是我们部里的一个 人事的一个重量的考量 那部长有没有想要来改变一下呢 我跟部长讲一下 除了刚刚我们有委员提到 几位已经辞职的这个特任官啊 其实那几位都已经超过65岁 包括沈旅巡大使在内 那还有一些 刚刚有提到 譬如说像 刚有提到张良任 林松焕 还有住新加坡的张大同 这些都65 张良任甚至已经是70岁 70岁的大使 全世界或者台湾 真的很难找得到吧 那另外像在阿曼 还有廖岗明也是65岁 等等这一些啊 其实都非常的 还有刘志工他已经辞职了 65岁 然后还有一位在芬兰的林锦莲65岁 在杰克的陆小荣65岁 拉脱维亚已经辞掉 葛光月69岁 那当然还有沈旅巡大使67岁 这些都比总统年纪还要大 那未来总统要办理这个元首外交的时候 走路都走了不够快 那怎么办 还有宏都拉斯的郭永良67岁了 那这怎么办呢 我们在什么时间内 可以马上做一下 我想在这个常任文官的部分 65岁借满的话 他就要借零退休 在这个特任的大使的部分呢 我想我们会认真的来检讨 我也跟这个刘远报告 我在到任之后 我就告诉郭处长 我说人事的事情要非常的小心 非常的谨慎 一定要全面思考清楚了以后 才去作业 而且重要的馆长的人事 是由总统来采释的 那因为我们过去就发生过 很多这种状况 就是说你派了一个人去 半年以后你会发觉说 其实这个人派到另外一个位置更合适 但是他已经去了半年 你就没有办法再把它换位置 我可不可以知道你讲的是哪一位 这种例子蛮多的 是不是有一位还没有忘了辞职的石雅萍 他是失误官 他是失误官 来 处长 好 那个报告委员 那个史大使他是失误官 他是失误官 可是他曾经三级跳啊 一伙儿是次长 新加坡 现在到奥地利不是吗 我有没有记错到奥地利 是没有错 他在国内的时候也是常务次长 是 但是他这样是不是有点跳动 他现在算几值等呢 如果比照我们的权势 他应该是检任第十四指等大使 十四指等嘛 对 那他在做常任次长的时候也是十四指等嘛 是 所以他的派任是不是很奇怪 就跟着前任总统的喜好 是吗 他不是也出了很多状况吗 也让外交部在后面插臂股插了很久 在新加坡有什么状况 郭处长你可不可以讲一下 大概是处理一些什么国旗的问题吧 你都知道处理国旗的时候出了状况嘛 那为什么后来越派越高呢 是肯定他处理国旗的时候非常的好 促进了台湾跟新加坡之间的外交关系吗 虽然他是属于常任的 但是在外面来看 我觉得他比较像是马英九总统特任的 这个外交部的人事处不需要检讨吗 因为事务官依据那个公务人任务法规定 他就是有受保障 受保障他没有犯错 没有随政党进退的问题 那我跟委员再补充报告一下 因为刚才罗委员有问到 就是说为什么其他还有一些特任大使 没有辞职的问题 那是从我们民国89年开始 政党轮替以后 事实上当时考虑到外馆 那个业务衔接的需要 有事有报 专案报行政院同意 驻外的特任大使是不用总辞的 不用随同国内的政务人员总辞 那由新政府呢 在个别考量是不是要留任 那刚才有几位大使请辞 是他们基于自己的 那个意愿的考量 所以他们自己自动提出此 来民国89年的这个部分 到现在已经民国105年嘛 所以呢是否在政策上面的 需要再做调整 89年到105年 是历经16年的时间啊 那这样子是不是给外交部的 某一些人开了一个门 就觉得说只要我跟部长 或是跟总统的关系不错 我就可以走这个巧门 然后不用按照正常的这种 升迁的程序来做人事上的调整 这个处长可能比较不方便回答 但是您刚所提到89年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会后给本席 一张这样子的公文解释好吗 所以我们现在经历三次政党轮替 都是循这个惯例在处理 那你怎么知道新的不会改变 是 因为民意的要求也很重要嘛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到立法院来 被循接受监督嘛 那部长在您刚刚的报告里面呢 尤其是最后的部分 您也提到年轻化的部分 那如果年轻化是一个 包括总统在内啊 或是全民的要求在内的话 希望外交部的这些 对于我们的初始的各大 这国家里面的这个高级的外交官 也是一种政策的话 请问你怎么处理 我想从现在开始 这个蔡总统交代的这个年轻化 是会是本部处理人事案的一个重要的考虑 当然我还是加上一点就是说是 这个年长如果身体好 如果说他的智慧仍然与时俱进 而且他还有这个工作的热情的话 我们还是会列入考量 好也就是说我们是公正公平 然后看他对我们国家 不管在忠诚方面 或者是配合新总统的外交政策 如果他可以做到的话 我想年龄不是问题 可是太老也是一个问题 不要让他觉得是又老又难 又难好吗 那再来就是说 新总统也讲到新南向政策的部分 新南向政策我们也检视了一下 现在在东协的十国里面 我们只有七个国家有代表的管处 分别是汶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跟越南 那在南亚地区、印度有两处的代表处 那东南亚还有南亚地区的管处 不及亚太地区的总数的二分之一 那还有没有管处的国家 包括有缅甸、柬埔寨跟辽国 是吗?我这样讲是不是正确? 缅甸已经有了 但是还没有派代表过去是吗? 还没有派代表 因为520之后才能派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审核人选中 缅甸新的国家领导人 包括总统还有翁山苏姬女士 都是我们也是蔡总统 他们在交往当中非常重视的 所以是不是请马上能够处理缅甸住处的问题 那有关柬埔寨跟辽国都没有管处的话 我们的外交部要怎么处理? 我的了解是柬埔寨的部分呢 我们也在运作之中 但是还是非常的敏感 所以也饶恕我在这里不能够公开的讲 我改天到委员的办公室给你们报告 辽国的部分 辽国的部分 事实上我们也透过越南代表处 在跟他们联系 那实际成熟的时候 我想我们应该会跟大家做报告 好 我们希望外交部可以持续努力 因为新南向政策标榜出来的话 这么多国家 我们完全没有外交部的住处或是代表处 我想这样子 对于新南向政策是有折损的 这是希望那个部长能够帮忙 那同时我想要了解一下 现在我们的住外管处总共是116个 那如果我们要往这个新南向政策发展 会有增加南向的国家 包括东协南亚地区 东南亚地区等等这些 那其他国家的管处 是不是会要有缩边或者是减少 目前我们的规划呢 我们希望有个日落条款 也就是说是这个管的这个功能啊 有限的时候啊 我们就没有必要让它继续下去 落日条款 对 落日条款 对 那也因此说是 如果我们增加一个管 我们至少要减一个管 也就是我们维持总数不变是吗 不超过116个 是 因为我觉得说 有些地区啊 真的很奇特 其实去那边的台湾人 或是我们之间的双边贸易等等这些啊 其实都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也许一个管里面就是一个 一个大使 或者是一个特使 然后就一个司机 一个秘书 然后这样也要开一个管 那这样可能浪费我们相当多的资源 我们国家的有限资源啊 怎么样做最有效的处理啊 也要有劳烦这个部长 持续努力好吗 我想啊 有委员的支持呢 我们也会往这个方向去做 谢谢 谢谢 部长加油 谢谢 刘委员 谢谢 刘委员 好 谢谢 好 谢谢 请下一位请徐志荣委员咨询 谢谢主席 主席我想请李部长 部长请 休门 休门 早 部长早 早 部长好 首先恭喜部长容认 对部长 我们外交部部长 刚刚在听部长的搭讯 讓我非常的敬佩 在外交的領域 你不單是經驗豐富 資深 然後大家尋得有條有理 非常的穩重 我相信你在部裡面一定會勝任愉快 謝謝 我想請教部長 蔥之鳥 現在也不要你回答是焦還是倒 蔥之鳥的面積到底有多大 蔥之鳥 報告委員 它是九平方公尺 九平方公尺嘛 這是找的資料 它只是這個一個焦而已 然後這個就是這個 八千千的這個焦 然後日本是發了三百億的日圓 再擴大到這樣 把它蓋了一個就是富蘭 這個確實的面積就是這樣 所以剛才講的九平方公尺是沒有錯的 那我想請教部長 我們貴部在四月二十七跟四月二十九日都有新聞稿發出 新聞稿裡面寫的是 有關我國東升級遺傳在沖之島礁 有礁 在四月二十七的 我東升級遺傳在北京四月二十六 在西太平洋 蔥之鳥礁 附近過海 都有礁資在這邊 那現在我們部裡面 對之前的新聞稿 在我們部裡面 所謂的蔥之鳥礁 還有效嗎 還是一樣的態度嗎 我想對於新的政府來講 這個議題就是剛才我也向好幾位委員報告 我們認為說這個議題是牽涉到國際爭端的議題 也因此作為一個國際社會的一個負責任的一個議員 我們也希望經由國際爭端解決的機制來解決這個問題 而不是說我們國家怎麼認定就能夠有做一個決定 所以說 不管是在5.20之前 或者是5.20之後 有說 我們現在這個 所謂的爭端不是說誰說了算 我們現在就是說要尊重 我們聯合國大陸交成界線委員會 所謂的CLCS的決定 是的 問題是他也沒有定期開會 對啊 他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開 對 所以說是在那個之前呢 我們希望第一步啊 能夠確保我們漁民捕漁的權利 希望他不受到傷害 所以說有在7月份以前的 對 所謂的跟日本的海洋事務合作對話的這個機制 對的完全正確 對 然後剛剛也有聽到 部長的回答裡面 個人也覺得非常的慶幸 因為你有自信說 那個會談 是在7月份還沒有會談 你說移民的潛意 會更好 對 我想 更好當然是最好 我想是說 怎麼還沒有談 部長你有這個資訊說 會更好 我想主要的原因呢 我想任何的外交談判 在開始之前 通常都有好幾次的會前會 那甚至會前會呢 已經告一段落 在會前會中呢 雙方對某些議題呢 大概可以講說 有些原則性的一些構想 那這些構想呢 讓我們感覺到 這個未來談判的成果呢 應該是一個正面的一個方向 所以說是我們也願意 雙方這個達成一個 暫時的協議 來展開這樣的這個海洋事務的 一個對談機制 所以有幾次的會前會 部長大概知道 我們七月份的 這個談判桌上的結論 會比現在的好 所以你才會講出 移民的潛意會更好 應該是這樣子講的 那我再簡單問一下 就有關沖之鳥 不管是交導 不管啦 那會更好的話 是等於是 十澳海裡外 我們都可以去 自由補充 這個說老實話 我們還沒有談到這麼細節 這麼牽涉到技術層面的問題 這個我想到七月以後 會更好 不會說兩百海裡的經濟海域 再讓我們一兩個海裡到一百九十九 一百九十八 這樣說會更好吧 那個還沒有談到那麼細節 只是因為在前段時間的接觸呢 當然就是說是有政治的階層 但是也有事物觀的階層 我們的感覺呢 是兩個階層的 都有這樣的一個傾向 就是說讓我們可以移民獲得更多的保障 不然我是認為這樣子 那個CLCS也還沒有做出什麼決定之前 對 我們應該在十澳海裡外 就是兩百海裡內 我們都要可以去補儀 是 我們如果現在自己就回避到兩百海裡外的話 好像我們就自己在承認 他已經有那個兩百海裡的經濟海域 對 當然所謂要富儀啦 要怎樣 可能也要付出很大的成本 是 是沒有錯 所以非常的期待 LCS什麼時候開會不知道 最期待的就是 剛剛我們講的7月份的時候 跟日本的海洋事務合作這個機制 能夠彈出結果 就是說 也不用我們的軍艦也好 我們海旋署的船也好 一直要在那邊去富儀 可以達到 希望能夠達到 在兩百海裡內 十二海裡外 都可以去補儀 能夠有這樣的成果 我非常非常的感謝徐委員 提這樣的意見 因為你這個意見 將來我們在談判桌上 我就會講 說是中華民國立法院 有徐委員這樣的意見 我希望你們日方列入考量 我說如果你不列入考量的話 下次我去立法院 徐委員恐怕就讓我下本台了 謝謝部長 我如果能夠在日本的報紙 登上我這個席字的話 我改天請你喝咖啡 還是吃個午餐 謝謝 謝謝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因為我們總統也有講過 全力捍衛 我們移民的潛意 是的 然後我繼續再請教部長 我們在馬政府的時候 我們國發會的民調 收訪者之中 最滿意的就是國路外交 高達滿意度有74.8% 請教部長 我們是不是以後還繼續 延續著我們這個國路外交 謝謝徐委員的指教 因為我個人在學校讀書 一直到我念博士班 都是念的是外交 那外交就是一個靈活 為國家的利益 追逐最大利益的一個手段 所有的外交自然都是活路的 大概不會有人講說 這個外交是死路外交 那外交是有它的延續性的 那我想過去八年來 這個政府啊 還有這個同仁啊 都非常努力 也建立了許許多多的績效 這個績效呢 當然我們要讓它繼續下去 我們更希望呢 也能夠更發揚光大 部長我請教你一下 雖然兩岸的關係 不是貴部的業務 我如果說兩岸的關係 好與不好 跟我們的外交的業務 會有所關係嗎 正確的 是有關係 相當密切的關聯 比較慶幸的是說 在某天的某報的 有多大的字 應該是選舉以後 蔡總統還沒上任 我印象中啦 我不能說自製描述得很清楚 蔡總統表示 未來兩岸將維持非常良好關係 馬政府執政的八年 兩岸是良好的關係 還是非常良好的關係 我不知道 就算它是非常良好的關係 蔡總統也說是非常良好的關係 意思就是說 不會比馬政府的時候 這兩岸關係倒退 可以這樣子解讀 我想蔡總統的理念呢 在他的520的就職演說 也纏述得非常清楚 那在未來呢 我們也希望兩岸之間 有個良性的互動 我們希望 也希望兩岸之間 能夠發揮創意 都具有一個耐心 為雙方的共同福祉 而繼續努力 部長 我再請問你一下 我們現在代表我們國家 參加國際組織什麼 都是用中華台北 國內 甚至於我們的執政黨 認為我們這個中華台北 好像有被矮化的意思 那如果中華台北會被矮化的話 這個名稱被矮化的話 我們是不是有更好的 更好的名稱 當然那個也不是說 我們訂出來的名稱 國際上還是誰都可以接受的 對 我的意思是說 又不被矮化 又讓國際各組織 我們要參加怎麼樣的話 他們都可以接受 有沒有更好的這個名字 這個中華台北啊 說老實話 也是一個政治上的一個妥協 也是在這個國際現實之下 不得已的一個一個模式 我們當然希望更好 但是呢 我也很坦白地跟智隆委員報告 在現階段啊 我們恐怕也還不大容易 能夠拖出這個苛咎 我想你也曉得 我是一個很誠實的一個外交部長 我也不願意跟你打馬虎眼嘛 是不是 所以剛剛 我們希望能夠更好 但是呢 現階段我還看不到 所以剛剛部長你有講 我們外交的工作就是要務實嘛 對 我們有我們的希望 但是不一定外在的環境 可以達到我們的心願嘛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也不得不 照您講的 就是說有什麼矮化 為了我們要參加那些組織 我們還是不得不 還是要用這個名稱嘛 對不對 是的 希望 我們想要用的名稱 以後 在部長的任內 也可以達到 不要說被矮化的這個名稱 是的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是的 謝謝區委員的支持鼓勵 謝謝 下一位我們請呂育林委員諮詢 呂孫林委員諮詢 完畢後 我們處理臨時提案 對 謝謝 我們請呂育林委員再說 与委员早 部长 先恭喜您担任新政府的第一任的外交部长 在过去在这个外交里面 我们看到部长你的功勋是非常多的 那我本时也想请问部长 您多久没有来外交委员会了 我上次大概是在做加拿大代表所来的 应该有六七年了吧 所以你一直在为我们国家的外交在努力 所以现在担任我们的外交部长 这个要争取更多的盟友为我们发声 这个就是你要该做的 你也责无旁贷 所以本夕也想请教您 我们现在外交啊 现在谈的很多的话题 你认为最红的是什么 外交的话题 这个当然这两天冲之鸟的问题 冲之鸟的问题 是一直放在台面上 是 因为我们是中华民国 本席在这边拿了一个护照 是 中华民国 我这没有贴贴纸哦 我知道 我的也没贴贴纸 是 这个中华民国 我们要以中华民国为荣 这是我们国家的国号 对 这个是我们的国徽 对 国徽这下面就是台湾 所以我们住在台湾 我们走出国际上 我们是来自台湾 就要以台湾为荣 对不对 对 所以我出国的时候 还有用一个东西 这个是护照 护照套 这护照套我用了一段时间了 有点脏脏的了 但是这护照套 上面就是我住在台湾 我来自台湾 我以台湾为荣 虽然说进到海关的时候 要到国外的时候 我们这样套子 我们必须要拿下来 对 可拿下来的时候 我就要告诉所有的外国 对 国外的一些国家 我来自中华民国 嗯 我来自台湾 我要以中华民国为荣 是的 所以我非常不解说 贴贴纸要遮什么 你不以中华民国为荣吗 你不是来自中华民国吗 今天没有中华民国的 这个人护照 你可以在世界各国 自由行走吗 是不是 完全正确 部长 那你认为贴纸 你有什么想法 我们认为 呃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贴贴纸 对的 所以您的护照 有贴贴纸吗 没有 也没有贴贴纸吗 是不是 没有 当然没有 所以 我们中华民国 是主权 存在的一个国家 正确 我们因为有中华民国 的国军 捍卫我们的中华民国 我们才会平平安安的 生长在中华民国 完全正确 我们就因为有中华民国的 外交 我们才可以在国际上 发声 我们就是因为有中华民国的 这个国号 我们才会受到这么多的打压 对不对 完全同意 所以我们要努力的 就是继续的 要捍卫中华民国 所以 本期 身为中华民国的国民 我以中华民国的国民为荣 那我也是中华国民 民国 选出来的民选的立法委员 为荣 那今天部长 你也是不是以 中华民国的国民为荣 我今天正式的职称 是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部长 那你是以中华民国的 外交部长为荣吗 当然了 是 所以我们要继续的 让我们的中华民国 这个主权存在 蔡英文总统 他也说了 中华民国的存在 这个是历史上的事实 对不对 完全正确 所以我们一定要捍卫 我们的主权 当然 所以接下来 本席要问你的 是 就是你刚刚也提了 冲之鸟 是 交 是交 还是党 在这个议题上呢 这个刚才我也向 好几位委员报告了 这个议题呢 是属于国际的 之前的一个争端 那基本上 政府的立场呢 认为说 既然是国际的争端呢 也应该由国际的争端解决机制 去来解决 当然我们也了解 这个解决啊 也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了 才会有个真正的结果 但是呢 对于我们目前呢 去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渔民捕鱼的权益的问题 也因此呢 我们就这个问题呢 我们跟日方展开了一些 事前的一些交换意见 终于呢 双方同意啊 在七月底 提前就海洋事务啊 当然最主要包括 所以你是说台日的协议啊 是吗 我们希望呢 你们七月份要去启动 去协谈吗 有一个平台 是谁去 现在还没有决定 基本上是在亚东关系协会 跟日本交流协会的这个架构之下 双方啊 做下谈问题 那我们去谈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立场问题 充之鸟礁 部长 您去 或者你派你的部署去 你们的立场是 鸟礁 还是倒 这个 你们要先巩固自己的立场 你才去协商的 一个态度 一个地位 玉林委员讲得 非常的有道理 所以你现在是 我们中华民国 要协谈 你要去 代表什么 充之鸟 交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问题呢 我想啊 部长你不要这么难回答 好 那现在 你如果不是 外交部长 你一般的 国民 你表示一下 你认为 这个玉林委员 你可能也知道 我过去在台大 在政大 都教过书 那我是一直 你以个人立场 你认为 李教授 我也很喜欢 被称为李教授 但是非常非常可惜啊 我今天做了这个外交部长 我已经没有李教授 这样的一个身份 发言了 外交部长 没有个人的发言的 这个身份 地位 外交部长 就是代表国家 代表国家的尊严 代表国家的主权 所以我现在 完全受到很大的束缚 我现在不能随便 中华民国的主权 我们要捍卫的 是 它的存在的事实 完全正确 所以 我们南海的 争议问题 太平岛的 争议问题 甚至现在 我们所有渔民的 安全捕鱼 我们的经济海域的问题 都是要我们去坚持的 从一开始 本席就要求部长 你一定要坚持着 坚守着 中华民国的主权 要让很多的盟友 为我们发声 那我们自己的立场 我们都不去坚持 那我们的盟友 如何替我们发声 尤其是 这个冲之鸟礁 它这个 这个鸟礁有多大 如果说你长潮时候 掩盖了 不到五米 不能住没有水 这个是个岛屿吗 不能因为说 大陆旁的延伸 你就说 这个是大陆的 属于他们的领土 不是他们的领土啊 所以我们不能一直 在对日本让利 一直不能对 日本的委屈求全 这一次 再次冲之鸟礁 把我们的渔民扣押 连人带船扣押 还要押金170万 我们的政府是什么态度 而且 我们的 驻着的 大使啊 谢长廷 那时候表示这么说 我们啊 不能 派我们的军舰 在那个地方 对日本有任何的 一种宣誓 这样子的话 就等于对日本宣战 也对美国宣战 而且美国 卖了这么多武器给我们 他对我们非常了解 有很多的优势 所以我们不可以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那我现在更担心了 接下来 还有一个人 亚东协会 听说要求一人 要做去亚东协会 这两个人 都是你昔日的老长官 那这样子的话 部长 你又一直说 你是外交部长 那要你表 你的态度 你又不能表示 你的态度 那为了你 两位老长官 对你下指导期 要你这样子做 要你那样子做的时候 国家利益 放在哪里呢 报告玉林委员 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我可以跟您报告 在20号之前 我是驻澳洲代表 当时我最怕的人 就是我们的常司长 因为他管我的钱 他管我的人 所以说是 所以常司长跟刘科长 这个我都每次看到他 都很恭敬 一直到现在 我还不能完全调试 可是部长 你看到没有 我们本来 美猪跟美牛 是牛猪分离 这个在前朝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有共识 不能因为 TPP 我们又要让利了 为了TPP 我们要开放 含有瘦肉精的美猪进来 这个对国人的利益 国人的权益 国人的健康 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这个 这个也许是在 经济委员会要谈 但是既然 您谈到了 我们的主权 我们要捍卫的 这整个中华民国 我们所有国人的利益 为最优先 对 这个法律程序 一定要找完 一定要按照规矩来 这个点我想 政府一定会做到 所以部长 你要坚持 是的 你是外交部长 对 我们国人 在国际的地位 国际的空间 这个我们要更加的 一定要掌握我们的主权 坚守我们的主权 是 不能 我们在前朝的时候 马英九政府的时候 对于我们外交 修兵啊 我们是不希望 有金钱外交 对不对 完全正确 金元外交 也都不要 以后也不会 所以那现在 不能因为说 现在我们 整个外交情势 对我们 是非常的危险 不安全的时候 我们就来提出来 很多的让利的情形发生 所以部长 你看到现在 我们虽然是有22个邦交国 但是因为520之后 我们的国际上 对我们整个外交的情形 我们在发展上 是非常的不稳定 还是非常的稳定 您认为是怎么样呢 有稳定也有不稳定 这22个邦交国 但是以最近几天 我陪见三十几个团 然后也跟我们的 驻外的11个大使 谈了结果以后 说老实话 我个人放心了很多 因为这11个大使 我认为他们都很认真 而且照他们 给我的分析评估呢 看来都还算是稳定 所以本席要再次强调 希望部长要坚持守住 不要因为动摇了 我们又要去金援 又要去金钱外交 这是不好的 完全正确 好不好 好的谢谢 接下来我要问一个 主席再给我一分钟 因为我今天有个零题 特别提到了就是 检国的一些签证的问题 检国的 我们台湾有很多新住民 也是柬埔寨国家的 那在上个月 我有去拜会我们的外交部 特别也都提到了 因为我们很多的新住民 有各国的新住民 尤其针对柬埔寨的新住民 他们要回去办 他们国家的一些 官方的证明文件 才可以来台湾申请居住权 但是柬埔寨国家 他对我们观光的话 是开放的落地签证 但是我们要申请居住群的时候 这个柬埔寨国家 是一中的原则 所以他不给他们的人民 有任何的一些 官方的证明文件 那因为是这个情形 所以我们的新住民 这个孩子的妈妈 也就是这个新娘子 一直要回去签证再过来 用探亲 用光光的方式过来 所以这样子的情形 我们是不是有另外的一个方法 可以协助他们 这个我们一定要找一个方法 不然的话 他到越南去的话 捷补寨到越南去做签证 因为我们那边有办事处 到那边去的话 捷补寨的文件 要翻译从越南的文字 之后再来申请 而且他们到越南的 要五六个小时 当然 往返 非常辛苦 而且为了要办这个官方文件 甚至于要花六万块美金去买 还不一定买得到 所以我希望 部署应该有跟你谈过 我跟林立财 有到外交部去 特别针对这个事情 请你们研议 研议了这么久 也可能因为交接的关系 一直也没有跟我们回复 这个一定要给我们做一些报告 一定会 本席是建议 因为也是我们的国民 他来到我们的台湾 我们对他也是要照顾 经过这十几年的时间 他已经是我们家庭的一份子 对 很好 部长讲得很好 所以我希望你们去研议 就是先给办我们的电子签证 他就不用这 每次要回去再来 直接办电子签证 而且我也希望说 他这电子签证 在台湾时间是两个月 可以延长到半年的时间 是 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一定会 不只是研议 要落实 好不好 这个局长加油 好 我们一起来做 这个再给我们做一个报告 好 谢谢部长 谢谢吕委 好 谢谢 下一位请吕孙林委员咨询 主席有请部长 吕孙林委员咨询 主席有请部长 吕孙林委员咨询 我相信过去您在外交部的一些经历上面 我相信你在未来 我们外交部的 关于事务的发展上面 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那我希望在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 好 谢谢 谢谢部长 那我想针对一些 目前外交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来请教于部长 好的 行政院呢 在5月23号的时候有宣布 我们台湾和日本将在7月底 建立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机制 那其中里面就有提到三点 第一点就是 台湾对于冲之鸟礁的问题 不采取法律上的特定立场 希望透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 第二个 台日之间不应采取 会增加紧张局势的行动 第三个 在亚东关系协会与交流协会的架构下 来成立海洋事务对话机制 所以我想请教部长 我们对于冲之鸟礁的争议 我们认为应该是要透过协商来解决 并且将会尊重联合国大陆交层 界线委员会的决议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问题 不采取法律上的特定立场 那么如果我们在协商结果出来之前 我们的政府护予的行动会不会有所改变 我想这个政府对于渔民权益的保障 是视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我们跟日方也有一些初步交换的意见 我们的了解是我们的渔民的权益 应该有更多的权益会争取得到 当然真正的最后的结论要等到谈判平台 完全谈判结束之后 我们才知道最后的答案 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 在这个完成这个程序之前 政府互予的决心不会改变 好 那再来就是在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机制下 行政院表示双方决定在亚东关系协会 与交流协会的架构下成立并启动 那这样子的一个对话机制 未来会不会成为我们台日之间定期的 常态的一个沟通机制呢 那如果说透过这样子的对话 是要如何来保障我们 我们台湾渔民未来捕鱼的一个权利 因为蔡总统对于这个和平的原则 非常的重视 而且她一直认为 希望经过沟通谈判协调 来解决问题 所以说是日方跟我们达成 建立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架构 那这个架构呢 我也希望将来不只是在海洋问题上面 在其他的问题呢 我们也都能够透过这个平台的架构 经过协商 经过谈判 经过妥协 来解决问题 这样子才是双方之福 而不需要这个剑拔弩张 对 我相信我们在外交这个关系上面 都是希望可以从和平的一个角度 去做一个沟通和协商 然后达成我们彼此之间的共识 而不是用一个剑拔弩张的一个关系 那我相信剑拔弩张的关系 其实对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 不会有很好的一个发展 对 那我想 再来就是想要请教部长的就是说 亚东关系协会呢 是我们台湾对日的一个重要窗口 但是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 马政府它似乎没有让这个协会扮演一个 对于我们日本一个折冲的一个角色 那甚至是造成了一些非常紧张的一个关系 那我想请教部长 就你来看这次的一个纠纷 通知鸟交的一个纠纷 新政府和旧政府的处理方式上面 有什么样子的不同 这个新政府的做法呢 就是刚才向旅委员报告的 就是说是蔡总统指示 这个一定要用协商 一定要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那刚才这个旅委员提到 这个亚东关系协会 事实上在这个星期五啊 就要召开理事会 那这个理事会呢 也会选出新任的会长 那这个是一个这个过程呢 是一个民主的一个选举的过程 我们也期待了 这个未来亚东关系协会啊 在台日双方的关系里面啊 会扮演更重要更积极 更主动的角色 好我想因为今天 冲之鸟交这件事情发生 是我们双方不愿意看见的一个问题 我们过去一直以来都跟日本 维持了一个非常友好的关系 所以我希望部长在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希望来做一个检讨 然后做一个改进 做一个沟通 然后继续的维持我们与日本 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个友好的关系 对 完全同意刘委员的这个指教 谢谢部长 那再来我想请教部长的就是说 蔡总统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见 就是新南向政策 那他就是希望 我们接下来的这几年 可以和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建立更密切的 经贸和外交的关系 还有民间各领域的合作 所以我想请部长您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我们外交部在这样子的一个 新南向政策中所扮演的一个角色 还有我们未来的一个想法跟做法吗 这个新南向政策呢 是蔡总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政见 对 那作为这个政府的这个成员呢 我们有这个必要啊 要落实这个政见 那当然这个吕委员非常清楚 这个新南向政策 寒阔的政府部会啊 除了外交部之外 还有经济部 有教育部 有农委会 还有科技部等等的单位 所以说是蔡总统才特别在 总统的府里面呢 设立一个办公室 由我们的这个皇前部长 志芳先生啊 担任这个主任 担任总协调 那外交部呢 当然责无旁贷 因为在外面的所有的住管 都是外交部的同仁在做 主要的工作人员 也都是部里派的人员 我们当然是要全力的 这个把这个工作呢 让他落实 让他成功 这样子的蔡总统呢 才能够实现他的政见 对 所以新南向政策 其实是不仅是外交部的事务 它其实是跨部会的 而且是对于我们台湾 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所以在接下来 我想请教部长几个问题 我们其他委员 其实曾经也呼吁过 他们希望为了让 东南亚的观光客来台 可以更加的便利 所以希望可以研拟出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免签证的一些问题 那免签证它不仅可以开拓观光客的来源 它也可以促进台湾的观光产业正常化 那我们来看我们周边的国家 像说日本 他们先后在2013年和2014年 给泰国和马来西亚印尼等一些国家免签证 那日本呢 它给予免签证的国家 它的数量达到了66个 但是我们台湾 目前为止只有46个国家 我们临近的国家韩国 甚至有多达到110个国家 所以我想请教部长的就是说 对于东南亚国家的免签证 我们外交部 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在研拟了 那大概有多久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 可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 免签证的一个事情 跟这个委员这个答复 因为我们新政府的这个新南向的政策 我们部里面是非常的重视 也已经就这个问题 做相关的这个深入的研究 我们是很希望在近期之内 在可以做进一步开放 比如说像这个比较进步的泰国 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些这个观宏专案 它的这个团客的数量都是最多 那它当然它进步的这个情况 也是有目共睹 所以我们会在一些选择性的 比较是可以进一步开放的 我们会做一些松绑的一个做法 那局长您说松绑的一个做法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 例如说明年会完成 还是后年会完成 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我们要做进一步的开放 也要跟相关的部会 比如说这个内政部 移民署 因为刚刚委员提到 我们有一些东南亚国家 毕竟他们的这个进步的情况 并不是完全一样 像这个辽国柬埔寨 我们是愿意比较 刚刚这个旅委员也提到 像我们国人的柬埔寨的配偶 他们这方面的这个亲人 要来的话 刚刚部长也承诺 我们愿意在电子签证上面 做一个具体 很快的一个回应 那毕竟这些国家 它的贫护 悬殊 国民所得的考量 并不像一些比较进步 已经明显的 像刚刚提到这个泰国的这个情况 所以会有一些不一样 那当然我们要跟相关的部会 做进一步的延伤以后 因为这些国家人 有时候会南美会有一些 预期拘留 违法拘留这个情况 造成社会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会希望 在最快的这个时间 做一个比较明确的 一个评估的结果 好 我希望局长这个部分 要再尽心尽力 因为其实东南亚国家的一些 新住民也好 甚至是观光客也好 它的人数是日渐在增加 所以这部分我希望局长 还有部长可以 未来再多加做努力 好的 好 那再来就是 我想再请教部长的就是说 我们现在就是 新南向政策要去做一个推动 那所以我们也要拓展 我们跟东南亚国家的一个关系 但是外交人员的数量上面 是不是有足够 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 去派驻到东南亚的国家 来深化我们和东南亚国家 政府的关系 所以我就找了一些 我们过去外交部在招考的一个资料 发现的就是说 我们外交部从2012年到今年 外交领事人员的考试 东南亚语言的 招考人数的名额是零 但是你反观看了 外交内政部移民署 他从2012年到今年 他招考东南亚语主的名额是 日渐的变多 他总共到目前为止是有75名的人员 虽然移民署和外交部的业务 虽然不同 但是这样子的数字差别 其实就反映了两个部会 对于东南亚事务的重视的程度 所以我想请部长 您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 未来可以做一个努力和重视 然后去做一个加强 对 非常谢谢吕委员 非常细心的观察 那事实上布里现在对这个问题 也重视 因此我们年轻的进步的新的同仁 我们也有选出好多位 送到东南亚去学当地的东南亚语文 读一年的时间 并且就地派用试用合一 所以我想这个方向是会持续下去的 而目前我们已经选送出去12个人 目前有送出去12个人 读东南亚语12个人 那这12名分布在哪些地方呢 应该学习的东南语文 大概包括印尼语 泰语跟粤语 就是这个部分 现在是主要的三个部分 好 部长这部分呢 我希望就是说 不仅是这三个国家 印尼 泰国 越南 甚至是未来的柬埔寨 缅甸等等的一些国家 我们都要去继续地做努力 才能够推动我们新南向的政策 对 好吗 我想啊 这个委员你讲的实在是太有道理了 我真是非常感动 谢谢 我也希望将来我们能够鼓动鼓励 我们放在外馆的同仁 他们自己主动啊 去学这个语言 不要说是由政府派你去专门读一年嘛 你一面做事一面读嘛 所以部长这个部分我觉得 有补助啊 有补助啊 而且一定要给他一点诱因 对 是不是啊 升官升快点 部长这个部分就是您要鼓励下面的外馆人员 去做一个学习第二外语第三外语的一个专场 因为讲老实话 对于我们未来推动其他的国家事务 国外事务 也可以建立更好的关系 对 这个刘委员讲的太有道理了 所以未来部长您这部分要做 我们的这个制度啊 努力 我没有办法说是啊 你像我讲的像很多外国 像state department的 对 我会都是一样 就是说你多一个外国语 你每三年考一次试 只要你通过了以后还加薪水 我们这个政府的制度没有办法这样做嘛 所以就是给它升快点 那这个制度的部分我们可以再来做个检讨改进 这个权力我还有 对啊 加薪水我没有 感谢部长 谢谢 时间到了 好 接下来我们处理临时提案 请宣读第一案 临时提案一 针对日本籍公务船于4月25日 于冲之鸟礁之公海域 强扣我国屏东琉球籍渔船 东盛级16号 对我渔民上扣脱衣检查 并抢索170万元保证金 严重侵害我人权渔权及公海权益一事 立法院朝野曾于4月29日发表共同声明 表达强烈谴责及抗议 于该共同声明中提及 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 海洋法公约第121条规定 岛屿的定义因是 涨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陆地区域 冲之鸟面积合计约9平方公尺 是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礁石 只是礁而非岛 日本不应有专属经济海域或大陆礁层 依国际惯例仅能主张12里为其范围 我全主张200里经济海域 我东盛级16号渔船渔冲之鸟礁 约东南东方167里作业 该海域为公海海域 日本公务船违反国际惯例 自意扩张经济海域 在公海上扣捕我国籍渔船 抢索保证金之海上霸凌行径 严重侵害我人权渔权及公海权益 对双方长期友好关系造成伤害 本愿表达严重谴责及抗议 然在我方政府未有公开说明下 日本共同社单方于5月23日发布标题为 台湾称撤回向日本冲之鸟岛海域派遣的巡逻船的新闻 内容中并具体指称 台方23日开始撤回巡逻船 此与事实明显不符 原要求外交部必须立即向日本共同社提出抗议 要求更正 并且持续向日本政府主张我国于冲之鸟礁之公海航行自由 以捍卫我国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维护国格尊严 提案人江启成马文军徐志荣李玉玲 以上宣读 我们看外交部有没有意见 报告委员 将来在台日启动协商机制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把保护渔民的权利 列为最优先的课题 那么有关于这个要提出抗议 对共同社的抗议的事情 我们是不是可以改成 就是请外交部妥善处理 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不可以 谢谢 什么叫妥善处理 我听不懂 就是这个问题 由我们来以适当的方式 来向对方 比如说去了解或者去更正 你这个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用这种方式来处理 对啊 我这里 我们提出来就是要求你去要求他更正 就这样而已啊 当然他接不接受更正 那是例外一回事 可是最起码你把我们的态度表明 因为他的新闻内容 与我们的事实并不相符 除非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是这样子 那你就不需要更正 但是如果我们不接受他的新闻报道 而且他是共同社 共同社某种程度上有点官方的味道 所以外交部自己应该很清楚 这个对我们国家立场 甚至是主权的一个严重性 我想你们国传师应该也在这边嘛 应该都很清楚嘛 所以如果外交部认为事实是这样 那你可以不要更正 我就撤回这个提案 但是我外交部认为事实不是这样 那你就必须要有一些行动嘛 那这个行动其实最清楚 就是你必须提出要求更正嘛 这个我们会依照这个委员会的这个决议呢 来做一个适当的这个处置 包括刚才您所提到的 就是说去要求更正等等 来 王老爷 谢谢赵伟 主席这个提案实在是很好的一个提案 但是我是觉得这样子 我们国会外交委员会 然后提一个案子 要求我们的外交部对一个媒体 纵使它有部分官方色彩 我觉得我们大炮打小鸟 我们的格调倒不用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案子很好 那是不是就是 我们改一下就是说 要求外交部予以处理 至于要抗议要更正 你处理完回复一下我们外交委员会 就说我们一个国会对一个媒体 因为环球时报很多媒体都会写一些 有的没有的事情 那包含中国的媒体几乎都是官方的 那如果我们国会就是决议 然后要求外交部对个别的媒体去做的话 事实上是抬举了他们 所以我是赞成赵伟的提案 不过我建议就是授权外交部予以妥善处理 然后外交部处理如何处理 是不是回复一下委员会 这样是不是比较适当 谢谢 主席 其实我呼应刚才王委员的提法 就是要求外交部去抗议 那还不如我们自由委员会抗议 对不对 那意思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议题 尤其是媒体的 用一个官方的机构去抗议 我觉得意义不会太大 但是外交部的确要处理 但是用更正或者私下去怎么样处理 我觉得都可以做 也应该做 我知道 现在一想就是说用整个委员会去要求外交部 的确是有点这个大炮打狭鸟 那的确国际媒体很多这种错误引用 错误报道 甚至这个都很多 那这样的话我们以后针对国际环球时报 每天都可以要求他们更正了 所以我觉得外交部的确要处理 然后这个赵伟所提这个案件很重要 但是要付诸文字变成一个决议 我们本期是比较保留一点 主席我来补充一下 因为那个共同社的这个新闻稿 并不是我们的外交部去处理出来的 所以它也许它有一些不同的 也许是单一个人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用这样的方式要求外交部 因为外交部在第一线在折冲 如果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反而会失交 所以我是觉得说让它可以授权 让它来处理 但是处理的结果要回报 我想这样会比较好 所以我会认为说 那个江委员所提的部分 就是持续向日本政府主张 我国在冲之鸟礁的公海航行 自由捍卫我国 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维护国格尊严 我觉得这个很好 但是这个才是重点 而不是跟共同社的这个抗议 因为抗议的字眼是很严重的 也比较严肃 我想外交部这样有点为难他们 好 这样啦 很多委员都帮你们讲话 谢谢 我觉得啦 这件事情因为 因为它是共同社 它今天不是任何一个说 私人的媒体 那我们自己的海巡署 其实我们自己的海巡署 自己也跳出来否认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也不能让这个事情 在日本国内变成 或者是国际上 好像我们也不否认 这样子的一个报道 所以我在这边 因为现在国传时是在外交部 处理国际美食外交部 以前是在新闻局 所以我当然是要求外交部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 你不抗议OK 但是你必须向日本共同社提出澄清 要求更正 你去提出澄清要求更正 我觉得这是该做的一个动作 就表示我们有注意到 你发这样子的一个新闻 但是其实跟我们国内实际的状况 并不一致 那我不晓得这样子 其他委员能不能接受 提出更正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外交部要求共同社 需要在他们新闻一宣上面 更正这样子 对 其实呢 我刚刚各位委员报告了 以前我们在新闻局的时候 在处理这些国际新闻 也有这样子的经验 但是国际媒体 他有时候他不见得更正 但是起码我们是把我们的立场 做了一个很清楚的表达 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 甚至是 甚至是你在你的外交部的官网上面 你必须针对这件事情 提出你外交部的一个立场 这是一个国际立场 你应该要这样做的 主席 我可以建议就是说 其实要不要针对共同社 去给他要求澄清 这是做法很多种 包括刚才主席提到 在外交部的官网或公开表态说 是海巡署已经说了啦 但是外交部是要做这个动作 我也没意见 但是是不是要是针对日本公司 我们去跟他抗议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大炮打小鸟 我觉得没有可能提到 我刚刚讲这不是抗议 我们是要求澄清 我们去跟他澄清 然后要求他更正 其实这是OK 我们没有要求你抗议 但是我们是提出澄清 要求更正就这样子 对啊 你要把我们不是抗议 要澄清 而且把事实讲出来 他现在讲的不是事实 那我们国家的立场态度要讲出来 你都不去讲这个事实的话 那就是像他们讲的 我们全都撤离了 那冲之鸟就变冲之鸟了 不是交了 这个立场要我们自己外交部 一定要去把澄清 说明事实 这一定要做到 这就是刚才委员他们所提到的 就是授权我们来妥善地处理 这个意思 报告主席 不好意思 我虽然不在外交国防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影响很大 今天外交部不主动做这件事情 而让立法委员在立法院做出决育 本来你们就应该觉得是非常汗眼的一件事情 那抗议 当然大家认为这个比较 比较这个辞令可能比较这个 这个激动一点 我觉得让你们发一个共同的声明 这有那么难吗 而且去要求他们 除非你们外交部认为这是事实 今天这个新闻如果发出来事实 你们当然没有立场 对吗 如果不是事实 你们在第一个时间 本来就应该要做这件事情的 你们不做 去让我们立法院做成决议 你们外交部本来就已经失职了 谢谢 对这个问题 因为海巡署的舰支的活动 舰船的活动 由海巡署来发布声明 我们认为这样已经够了 是这样子吗 你越讲会让我们所有的立法委员 是不以为然 海巡署跟外交部什么关系 你外交部是代表做华民国立场 这样 我们就照刚才我们修正过的文字 我想这个主席的几个委员的建议 我们都会慎重的参考 我们一定会向共同社 部长你还说用做参考 本来外交部就要做的事情 你们就做参考 你们的这个建议 我刚刚是没有说出 当时就议人的时候 他的是用默契 不把事实说的用默契 那我叫我们所有的渔民 在这冲出鸟礁的时候 我们的他们的公务船来的时候 我们就离开 等他们公务船走了 我们再回去 那你们现在要继续 也用这个默契吗 这个不必担心 一定会表达 所以一定要严正的 没有抗议 他也把讲的不是事实的 本来就要去抗议 我们又要回去了 又不能抗议 不能得罪啊 不 你放心 好不好 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不是给我们部长 是给中华民国所有的人民 这是我们的报告 不是给我们立法委员 不好意思 部长你们说话 可能要思考一下 你们今天代表是 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部长 我是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部长 我搞得很清楚 那怎么可能会是 跟某个立委做的交代 不 因为这个决议案 是立委员提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尊重立委员的建议 我刚刚有句说过 本来就是应该你们 外交部第一个 第一个要帮你们讲 而你们不做决议 然后让我们立法院做决议 这什么立场啊 好了 这样子 这是什么样的态度啊 那个 两位请回啦 部长 你是外交部长 你不能这样子做的话 是你上面有人交代了吗 会不会啊 部长 部长说要配合啦 好啦 我们就把刚才 我有做了一个修正的提议案 提议啊 就是把那个文字改成 立即向日本共同社提出澄清 要求更正 好不好 其他都不变 其他都不变 就把那个 抗议的字眼改成澄清 如果各位没有意见 我们就照这个修正的文字通过 好 下一案 第二案 请宣读 临时提案二 近年来我国国人与东南亚国家 与商业贸易经济合作 教育文化或各层面之社会交流日益增加 且为配合蔡英文总统之新南向政策 外交战略 增加对于东南亚国家之外交资源投入实属必要 然而目前东南亚国家协会十个成员中 我国仅于汶来 印尼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及越南等七国设有驻外管处 但近年来缅甸 柬埔寨及辽国等其余三国 一逐渐向国际社会开放 国内经济及对外贸易皆富有成长潜力 社会文化交流亦建区广泛 因此深化我国与上述三国外交关系之机会及需求 不可不把握 原此 鉴请外交部就与缅甸 柬埔寨及辽国 等国增设或提高层级 驻外代表管处进行研议 提案人 刘舍芳 罗志正 陈廷飞 李孙玲 林立禅 以上宣读 好 请问各位对本案有没有意见 没有啊 都没有 外交部都没有 主席报告各位委员 这个案子基本上外交部完全支持 不过在文字上面是不是可以做个小的调整 在第五行的地方就是越南加一个缅甸 因为我们在缅甸已经射出了 然后在第一倒数缅甸后面下面那一行呢 因为已经射出了 所以在后面的缅甸 柬埔寨 辽国把那个缅甸再把它去掉 缅甸已经射出了就对了 对 所以应该是泰国 越南及缅甸等八国是不是 等八国 后面就是柬埔寨跟辽国 其余二国 这一部分做一点小调整 谢谢 好 我们就照这个修正文字通过 好 请应事人员修改一下 主席我想问一下外交部 他这边要射出 那个柬埔寨会同意吗 我们会去恰嘛 因为你们 对 我们会去恰 但是当然要去双方同意才能射出 是 所以你们会去努力 当然会努力 这个提案其实主要就是要求外交部 在缅甸还有辽国 对不对 主要是缅甸辽国吧 应该柬埔寨跟辽国 柬埔寨跟辽国 对 抱歉 柬埔寨跟辽国 增设或提高层级嘛 对不对 进行研议没问题啊 这我们可以做 好 那我们就照这个修正文字通过 下一案请选读 临时提案3 有鉴于近年国际局势迅速变迁 我国外交处境逆增挑战 国际议题更显多元复杂 需要外交不同人以更新的思维 更强的战力来面对 为此外交人员年轻化实属迫切与必要 借以提升外交士气 强化外交活力 为我国于监困国际环境中开拓新局 原此要求外交部检讨外交人士现况 并就外交人员年轻化 定定具体目标以及推动措施 向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 提案人罗志正 刘舍芳 陈亭飞 王定宇 吕孙林 以上宣读 好 本案各位有没有意见 没有啊 不要不 确认一下 好 没有招案通过 好 请宣读第四案 临时提案四 鉴于柬埔寨因行政体系不完备 导致柬国人民来台应被文件 如出身证明或亲属关系证明取得困难 且我国目前尚无法与柬埔寨设立办事处 柬国人民来台只能远赴我国住院南 胡志明市办事处申请签证 衍生诸多不变 相较柬埔寨已给予我国人民落地签证待遇 鉴请外交部研议开放检级外配 父母及兄弟姐妹适用电子签证方式来台探亲 增进双方人民互动交往 并展现我国改善台检关系之善意 提案人员玉玲 徐志荣 江启成 刘世芳 马文军 林立禅 王朝顺 以上宣读 好 请问各位对本案有意见 来 刘委员 是不是可以把我列在那个提案人机 那你签一下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我来问一下 现在那个柬埔寨的这个状况 目前呢 为什么我们去找那个越南的胡志明市来办理 可不可以讲一下 现在的行政上面 因为林立禅委员他的母国 他们一直希望说能够改善这个状况 可不可以讲一下 跟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这个是领务辖区的这个规划 他在这个地底位置上面 我们就让胡志明办事处 来签禁柬埔寨这边的这个民众的相关领寺 事务里 其实我们觉得说柬埔寨的不管是探亲也好 还是我们所谓的台商也好 其实要飞到越南去办相关资料 不管是理费问题 还是去到那边的一些费用产生的问题 我觉得这样子对一个 对一个有台湾亲友的关系的柬埔寨人 要来台湾探亲 连这样子都很麻烦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电子签是有必要性的 那未来也就像我们刘士芳委员刚刚提的 也建请我们外交部 严你尽快能的话 就不管是公部门的方式设 还是您要用NGO的方式设 我们都没有 我个人是没有太大的想法 只要能解决我们台湾人在柬埔寨的任何经贸 还是婚姻关系就好 可以解决事情就好了 要用什么方法您决定 谢谢 好 那就照案通过 我们这个临时提案 4案均已处理完毕 我们就继续寻答 下一位请林立常委员咨询 主席有请我们的李部长 李部长贝勋 李部长贝勋 林委员好 部长好辛苦了 先称您可能部长 听得不太习惯 所以您刚刚说听李教授会比较习惯 都可以 偶尔我在外面遇到您的时候 可以叫李教授 好 好 也先恭喜部长 您应该在 因为既立常了解您是在外交这边 都在欧美那边住澳洲 比较熟悉 相信您在这个责位上一定会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也先祝您后续推动顺利 谢谢 那因为部长也刚刚好几位委员有谈到 因为柬埔寨是立常的母国 所以今天立常会针对 我们台检之间的外交困境提出几个想法 因为很多委员都不太了解 可是我觉得说没法 因为在做委员也没有很多 所以立常讲这个 之后还是有委员不太了解 所以呢 我们相信部长一定很了解 柬埔寨 因为不只是柬埔寨很多东南亚国家 对于认为跟中国走得比较近 都认为一中原则的 包括柬埔寨的政府都会这么觉得 所以呢 我方 我国也是很努力 立常相信外交部很努力 不管在柬埔寨要设经贸的办事处也好 还是我们官方的办事处也好 都非常非常困难 然后也 不太说 可是我们说的也很奇怪 外交部 对外交跟柬埔寨的外交关系 是一个停摆的 可是 我们说的所谓的 您知道说在柬埔寨的台商 到底有多少人吗 因为我们的外交这么困难 却有多少台商是在柬埔寨投资的 尤其是这几年 这几年如果在座应该有注意到的话 柬埔寨的整个台商的经济发展 在柬埔寨开始一直往上 然后呢 开始在那边盖大楼 卖房子 然后帮子 在台湾都登广告 我都看到了 一半以上都台湾人买的 我们柬埔寨的大楼 现在都台湾人买的 现在的钻石岛 现在第二开发期 在我们西哈努克港 所以都是台湾人在那裡 可是台湾人在那边投资 是被欢迎的 可是不管是公部门要任何的交流 却是没办法的 所以这块不舍得部长了解 说在柬埔寨 因为有人帮部长 因为部长都在 都在那个欧美国家 可以对东南南不是很熟悉 有可以帮部长讲吗 我是的确不熟悉 但是我也有了解 确实输入没有 我据我们了解 应该是有上千人之多 那这一整几年 因为既我们知道 在台商会来跟立产讨论的时候 请议很多事情的时候 大概他跟我说 大概有六千多人 对 一他们自己调查的 就有六千多人了 那是我们台湾去那边投资的 所以呢 我们觉得说 不管是投资工作 时间久了 他们碰到的问题 非常非常多 例如说所谓的 生意上的纠纷问题 我们台商真的很可怜 我们常常说 新南向政策推了很多 让我们台商跟东南亚 做很多很多的 貿易上的关系 可是却没有解决台商 在东南亚的问题 就如果有商业问题 纠纷的时候 部长跟您分享一下 我们台商在柬埔寨 都找中国大陆姐姐 都找中国大陆姐姐 柬埔寨的大使 帮我们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常态性 不是个案性 我们觉得说 那我们到底 为什么会这样 刚刚有我们 那个刘世芳 刘委员也要谈到 因为 为什么要跑到越南气 湘境部长了解 就是 盐水救不了 近火 有问题要跑到越南气 坐车要坐五六个小时 那 去到那边还要花费很多很多 所以呢 其实我们也知道说 在柬埔寨在那边 的台商真的很辛苦 所以 相信部长在这边 如果可能的话 我们帮忙 我们台商解决很多问题 先想出解决问题 才来讲 我们的新南向策政策 要希望 要怎么继续推动 没有解决我们台商问题 利产觉得说 真的是很辛苦 因为 马政府时期 也努力做了很多事情 利产也知道 相信我们外交部的 所谓的 几位先辈 都非常努力过 可是 也没办法 他们有人上头 所以 这件事情 利产就跟 部长分享到这里 所以 帮台商解决问题 这件事 第二件事情 就是我们所谓的 两国通婚的问题 就 立产本身是 最了解的 其实 柬埔寨跟台湾的 通婚问题 是一个很大的 的问题 部长知道我们在台湾 您了解多少 新住民驾到台湾来吗 柬埔寨的 这个我想 这个 我首先 没关系 没关系 部长不要为难你 那您知道 新住民在柬埔寨 遇到的困境 有多少吗 就是柬埔寨的新住民来到台湾 遇到的困难 有哪些吗 其实 不管是所谓的 规划国籍也好 还是 已经取得台湾国籍 之后 他要给他们的兄弟姐妹 父母亲来台湾也好 就回到刚刚的 台商的问题 是一样的 都要 非往越南去 办任何的政见 而且 飞过去 不是一次就OK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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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坐车要坐五六点钟 坐火灵机可能 要花多少钱 去到那边 去到那边 台湾不知道没关系 有没有 有啦 不过去到那边 火灵机要钱 饭店要钱 吃要钱 交通要钱 没有一定 飞过去 可以解决事情 没关系 你知道吗 我知道这个困难 不是飞过去 那一趟住五天 就可以解决 有时候又不通过 又要飞回柬埔寨来 今天立场在这边 不是指责外交部 有任何的那个 我只是把我们 遇到的困难 有一点点大声 不好意思 因为我是觉得 这是我们终点的问题 所以一定要跟部长 陈述这件事 因为部长刚刚有讲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柬埔寨的新住民 是我们台湾的家庭的一份子 这句话我都给你记起来 谢谢你 所以立场刚刚 上任将近 两个多月到三个月 我们办公室接到的陈情案 部长您知道吗 我进来之后 陈情案非常多 这只有柬埔寨的 各国的新住民 各国的国外的问题 都到我们办公室来 我们都帮他解决 那这只是一部分 十几份 我们已经送到外交部去了 还有电话来问的 E-mail的 还有甚至传真的 每件事都对我来 所以我觉得说 外交部这边 应该也很清楚 很多新住民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先针对柬埔寨的问题 那立场在这边 也非常感谢我们 李毅玲 李委员 她已经离开了 那 她针对今天这件事 因为立场不是本委员会 可是立场非常感谢 我们外交委员会的委员 尤其是我们那个 张钊伟 我们今天的临时提案 部长也同意了 所以呢 除了感谢本委员会的委员以外 更感谢我们外交部的同仁 您这几个月 我们一起讨论过很多很多事 很久这件事 那希望说这个电子签的流程 还有设计都要很顺利的通过 那再来 第二件事情 就刚刚提案里面也谈到 沿你住 设办事处 还是住外处 住管的问题吗 那立场觉得说 现在基 立场是柬埔寨出生的一个新住民 那柬埔寨那边基怡都会认为 一个中国的原则 他们认为 他们政府认为 可是呢 立场也有跟外交部讲过几个秘诀 包括说我们跟中国之间的两国 我们跟中国之间的那个相关的 比如说 设了两会模式 两会模式就是我们的海鸡跟海鞋 那我们是否能在柬埔寨也用朝这样子的方式 这样子的态度过去推广 那这样子的模式是不是能解决我们台商在柬埔寨的任何问题 也能解决柬埔寨的新住民在台湾的问题 所以在这边立场觉得说 不管是要用怎样的NGO的方式 还是我们官方的NGO的方式 只要能解决柬埔寨 不管是我国在柬埔寨的台商 还是柬埔寨女生在台湾的相关问题 这块也拜托我们外交部真的尽快演你 那因为立场是柬埔寨的新住民的关系 所以呢在这个部分 如果是要立场这边协助的部分 我会很乐意去帮忙 好的 这个立场委员我首先要向你代表 向你表示我个人十分的敬佩 我读到你的故事 你的故事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 那你今天所提到的所有点 我会盯着这个领务局 我会盯着亚太斯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尽快的 能够给你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 好 那这也是我们新南向政策重要的一环 一定要有一点进度 真的南向政策不能说只有鼓励台商 在那边要社管要投资 然后却没有帮台商解决问题 我是觉得台商真的是很可能 这样变台商 是 对啊 谢谢部长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休息五分钟 谢谢 我来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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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